ICR的五十多万广西人 让我们发扬大贵精神 为我们的下一代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你好 我是大马广西总会 总经团总团长李秀安 你正在收听的是 榴莲台 榴莲FM.com 榴莲南投资开明 自由高赵我是燕燕 今天我们要说的课题就是新加坡的大选 新加坡的这一次大选 会不会酝酿出一个政治海啸呢 我们知道这一次的新加坡大选 算是第一次 就是李光耀世事以来第一次的大选 那么我们知道新加坡 在这个李光耀执政的时候呢 对于这个权力的掌握 是非常的强硬的 然后使得新加坡的反对党呢 一直以来都没有太大的空间生存 或太大的空间发展 那么是不是在这个强人去世之后 新加坡的政治就少了这种约束 就会吸引来这个第一次的动荡呢 最马上9月11号就是新加坡大选的投票日了 然后经过一个星期的选举的这种竞争彼此 包括执政党 人民行动党也包括在野党 其他的几个政党 然后轮番的组织一些群众的这种政治讲座会 大家都在政治讲座会里发表了不同的声音 但是在这种政治讲座会当中 我们能够听到的好像似乎 他的建设性 他的彼此攻击性 彼此竞争性 要多于他对于政治的建设性 对于国家民族的一个政治建设性 所以能够听到的只是两个政党之间的 这些国务议员们彼此之间的一个对峙 或彼此你骂我一下 我骂你一下 我说你是骗子 我说你是精神病 我又说你是精神失常 那另外一方面又说他是怎样 他是怎样 所以只能听到这样子的一些声音 但是通过这个表象可以看出 一般大家都说 人民行动党 它是一个精英团体的政党 他的议员都是精英的人士 才可以当上这些议员 那么在这种政治化的选举过程当中 民主政治化选举过程当中 这些被我们大家所看到 曾经是很精英人士的这部分人 口里所说出来的话 似乎也不是那么太重听 似乎也不是那么太理性 似乎有很多的感性 似乎有很多的攻击 所以让我们对他们的精英的表象 感觉到有些质疑 当然对于这样的事情还是有另外的说法 就是说在这之前 新加坡新庸党或者说执政党一直以来都没有受到太大的挑战 很多的选区都是不战而胜的 所以反而使得他们在选举 或者是在这些选举的竞选的演讲方面 反而是非常非常缺乏经验的 毕竟过去都是不战而胜嘛 那今天会有这些 就是可能不太专业的这些说辞呢 就反而是比较正常的事情的感觉 那么现在我们的在连线上跟我们连线呢 是新加坡时事评论人陈建先生 陈建先生你好 早晨好陈老师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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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吗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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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吃来迟到的声音倍感珍惜 陈老师早晨好 早晨好 大家好 是对 呃 我们就9月11号新加坡大选正式投票日 这几天大家选举的政治讲座会也是风起云涌的 你感受怎样呢 呃 我感受我个人是比较平静 对这次大选 呃 呃 也没有特别的期待 呃 呃 这句话怎样理解呢 不是那么特别的 是这样的 因为 嗯 从这个整个竞选的状况来看呢 反对党虽然参加了所有的选期的这个竞选 呃 那么换下说看起来好像反对党阵容非常强大 不过呢 即使是最强大的共能党 他也没有呃 全程参与所有选期的这个竞选 只是选了啊 啊 一些选期 那么派出21个人来参加竞选 那总 造成什么重大的冲击 呃 成为这个自政党 这是不可能的 嗯 嗯 那么 从事 情况来看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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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几个基站区 现在大家比较预计的几个基站区了 一个是阿育尼的集选区 对 一个是马林百列的集选区 对 还有一个是荷兰 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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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基 枝马 对 武基枝马 对 武基枝马的一个集选区 这三个集选区好像是似乎看起来是比较激烈 嗯 嗯 您感觉呢 啊 基本上大家也就 看这几个选区的选情呢 会比较激烈一些 嗯 嗯 那么在阿育尼的集选区工人党是 在2011年的时候 就是夺得了这个集选区 你认为在2015年的时候 他们依然能够固守这个集选区吗 这就很难说 因为他们在 这个管理市政理事会这方面 造成了很大的失误 那么一般选民会看说 把一个市政理事会交给你管 就管成这个样子 那么你在这个治理国家方面 会有什么能耐呢 可能会引起这样的疑问 所以在对待这个市政理事会 出现失误的情况之下 他们的很多辩解 也显得非常勉强 特别是账目方面 一直搞不清楚 到最后一分钟才把账目提成上来 现在也还没有什么特别的结果 所以这一点会 可能会引起一些选民呢 对共人党有其他的看法 但是虽然有这样的问题 但是可能我们外人 就是看到这些照片和这些影片 看起来共人党的这些讲座 或者是这些人潮的勇气 去听他们的演讲的这个气势 还是很庞大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这个大概就是选民呢 都想去听听 看你有什么相似里面 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政策啊 或者是对策 那么有什么惊险纲领啊 这些可能大家是比较好奇的 也希望说 听到一些新的观点 新的声音 所以这方面 其实我们确确实实也看到 现场有很多的民众啊 在在野党这方面的 包括新加坡民主党这方面的集会 也包括工人党这方面的 现场的集会 有很多的民众在那里 不知道是支持还是反对 反正就是在那里听着 然后这种现场就让人感觉到 是不是这一次人民行动党 真的遇到了挑战了 行动党遇到挑战 这个是事实 必然的你从这个比较民主精神 比较开放的一个情况之下 有更多人出来竞选 而且参加竞选的这些 他们也都是所谓社会精英一流的 那么都是学友所长啊 或者是在法律 或者医药 还是什么其他领域啊 都是交交者 所以在这方面来说呢 这必然是要造成 行动党比较重大的压力 那么行动党在自政五十年当中 也有一些这个政策上 事物的地方 比如说精英主义造成了一些失误 等等 那么这一些事物呢 就成为了这个行动党的暖锐 那么也成为这个反对党进攻的 这个最重要的点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那再加上这个反对党 他们派出的能选这方面呢 也是属于 所谓精英一流的这样的 他们针对这个行动党的某些政策 也提出他们的这个观点 那至于说是建设性呢 还是非建设性呢 这个就人言人输了 那么总的来说 行动党在2021代选这个情况之下呢 那么他们也有针对性的 对政策做了一个重大的调整 那么也就可以看到行动党在这方面呢 还是比较灵活的 那么虽然87个选区里面呢 还是拿到81个选区 但是并没有掉以轻心 所以对弱势团体的问题 对医药会的问题 对人口政策的问题 对交通的问题 等等这些反对党 这个群学工资的这些关键问题呢 他们都做了重大的调整 所以有了这个什么 这个前期者就是的那种配套 这个弱势神学的加薪 医药方面的调整 特别是住房问题方面呢 做了非常重大 进行了宏观调控各方面 那么使到房价受到抑制 那么也大量的建造新的组物来 这个让年轻的一代呢 有这个机会来取得这个足够的 这样的一个公民的优势 所以这一些方面呢 可以说这种失效性的东西呢 一定会取得一种失效性的结果的 大家说人也看到说 自政党在这方面的确是有做事情 那么反对党也借这个机会 就是哦是因为我们的存在 是因为我们的这个 这方面的这个攻击 使到行动党做这个改变 那么行动党当然是否认这一点 那么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那么这个选民当然心中也有数 那么反对党的作用 当然也可以看到 这确有它的一定的作用 但是这就是完全的作用吗 那么这个也是值得疑问的 是 其实在这方面 包括刚才其实反对党这方面 也推出了他们的精英团队 好像社会跟人民行动党 也没有什么区别 都是精英团队 然后都是A层次的 A级层次的团队 包括在这个 工人党在东海岸派上的团队 也包括在马林百列派上的团队 都是A级团队的 然后这次 就是根据目前的一个消息来看 马林百列区呢 它现在人民行动党这方面 是新加坡的国务资政 无作动做主帅的 一个五人的集选区 然后那么现在工人党 好像似乎除了阿玉尼 这个集选区想保住之外 还想攻另外的一个选区 就是马林百列了 你看怎么看马林百列 这个集选区的防守 防雨守 这方面也 其实不能够单看一个选区的 一个情况 也要看整体的这个人民在这方面 对党的这个政策的选择 所以如果你单看一个选区的形势来说呢 实际上 人民行动党在这边的团队当然要比公民党的权队强一些 那么当然这边也有一些其他的负面因素 造成行动党方面的不利 那么公民党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利用这样的一种行动党的不利来进行进攻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大家觉得马林百列东海岸区的情况呢 是比较一种焦躁状态 那么现在离投票还有24小时的情况 这个中间因为有一个冷静时间嘛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么今天是可以说是大家要尽最后努力的到晚上12点之前呢 就必须接受所有的进行宣传了 那么从过去的这么多天的整八九天的这样的一个进行宣传的情况来看呢 似乎每一个党都没有得到更多的进取性 那么就要看今天晚上这五场群众大会呢 会有什么突破 所以可能有的人会连跑两场的群众大会去拼拼这个军选候选人 这方面会提出什么锦囊庙记来 这个就难说了 你说锦囊庙记是指都反对党这方面有什么锦囊庙记 反对党也好 这个自政党也好 他们都必须要提出一些锦囊庙记来 比如说行动党也说 我们还有最后相似的东西都没拿出来呢 今天晚上可能就拿出来了 那么昨天在那个佛罗顿 就是加坡市中心的金融区那边的群众大会 这个是历来行动党也很重要的 这个群众大会 在群众大会上呢 那个李显龙总理就有系统的破册了 这个反对党提出的几个 这个在他看来是四四而回的这些问题 那么提出了比较鲜明的 这个准确的回答 所以这些呢 当然对选民来讲是有作用的 那么是不是我们要有所谓 很多的反对党在里面呢 但是对整个国家的这个建设并没有大大的意义啊 这方面是不是你选了这些反对党进去 能起什么作用 我们还是作为一个在大洋里面 漂浮的一个小山板来说呢 怎么长持着山板的稳定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我想这个选民在这方面也有这样的一种想法的 新加坡不能乱 你现在看从这个马来西亚的一个政绩的情况来看 这种乱那么对新加坡是有警惕性的 对有警惕性的 那么选民是要那样的乱局呢 还是要一个稳定的政局 这个我想是选民必须很深重的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么国有的其他所谓他进行的纲领也好啊 政策也好啊 那么行动党都在2011年以后做出了很多的调整 那么这些调整 我想也能够起的一种失效性 就是人民也看到政府局势是有在这方面做事情的 知道了人民这方面的一种反馈以后呢 会做出一个更大的调整 那你刚刚说的是大马就是新加坡的人不会想要看到像大马现在目前为止的政治这样局势的动荡 但是其实在之前大马的政府其实也提过类似的论述是说大马不要乱 大马要稳定 但是结果还是出现了这样的这个动荡问题 就代表人民在这方面的不满可能有的时候会大过这个想要稳定的这个情绪 那么今天新加坡这些人他们会不会就是跟大马一样 这个情绪当这个情绪高过这方面的就你刚刚说的不要乱的这个想法的时候 他会出现更加强烈的动荡 或者说他是不是会延烧下去 当然你说这一届大选反对党还是不能够取代执政党 但是下一届或下下一届大选是不是这样的情绪会越来越高涨 这个要看这个一个国家本身它乱的因素是什么 那么这方面有没有贪污的因素 有没有偏激性的因素 还有种族的因素等等 那么这些因素是非常严重的因素 那么新加坡相对来讲 相对于马来西亚的证据来说 这些基本都存在 人民比较不满的就是说 这个长期以来被尊精英主义的情况 他们忽略了一些民生的议题 所以反对党就在这方面去造势 那么总体来说 这种对这个造成的所谓情绪的一种波动情况来说 新加坡情况要比马来西亚情况好太多太多了 这个是不可以对等来相比的 因为马来西亚的这种不稳定因素是比较严重的 新加坡还没有这一类的不稳定因素 那么情绪票是有的 我的分析是新加坡30%是比较固定的支持 支持政党的票 30%是比较顽固的反对票 那么这30%其实是可以分成几种的 不是单纯的一种 那么这里有 这个因为生活上各种因素 追不上这个国家发展 这个被边缘化的一批 那么还有呢 这个比较死因的 这个老左的一批 还有那些不满这个行动党的右翼的一批 这个等等 所以那么剩下的40%呢 这个就说一说摇摆票了 这个摇摆票呢 有很大程度是一种呢 他们对其实模糊不清 搞不清方向的一批 那么还有呢 因为这个一时的不满 造成这种情绪的变化的一批 还有一些年轻人 一种向往所谓西方自由民主的 那种盲目的一批 那么等等这些情况 所以呢 这40% 那21%往哪里倒 那就是对那一方面有利的 那么会不会达到21%呢 我看这个情况 还没有达到那样的一个程度 所以对这方面来讲 就是大家争取的 就是尽量的把这40%往自己那边拉 所以今天晚上呢 五个群众大会所能够造成的这些影响呢 对这一些40% 我总结为这情绪票的 这个40%呢 是有影响的 那么这一方面 这40%尽管是情绪的情况 发现他们还是相对的会比较务实 因为他们也希望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新加坡 希望这个生活不要有太大的改变 所以这一方面对自政党是比较有利的 这个是我对这个整个证据的一个看法 那么你刚才说的这个情绪会不会越来越像滚蟹球那样 我想在新加坡的情势来想 相对的就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一个社会 大家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也看到务实政策对一个国家是多么重要 所以总体来说人民在做选择的方面呢 也会从这个稳色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 他们不想这个英文说的 造成这个船市的大动荡 那么然后沉下去 所以这个这个是大家也有考虑的地方 那么他们相对的有一些人呢 有一种想法上我们希望更多的反对党进入国会 这个也有这个想法的 那至于说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谁也控制不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看这百分之一往哪里去 那么从自政党的这一方面的角度来看呢 你关要这个前总理的设施 有一定的重要的效应 那么这个效应呢 对自政党是有利的 那么在整个2011以后 行动党所做的政策的调整 这方面也是有利的 再加上50年这个国庆 在这方面呢 展示了这50年来自政党的所有的 自政这个成就 这方面呢 对人民也一定有一定的影响的 所以在这样的效应的话 反对党要是没有什么更新的 这个警党妙计的话呢 那么你要去战胜 这方面这三方面所取得的效应的话呢 是比较难的 所以有一些分析就认为 说这有可能让行动党呢 再增回5%到10%的选票 所以这个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的 这方面也是因为反对党呢 自己造成了一些 这个在运作上的事物 比如说市政理事会 这个造成比较大的伤害的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 就看你刚刚说 这个李光耀的事 是对这个人民行动党 方面的这个利益是比较大的 但是还有另外看到 就是在社交媒体上 似乎开始比较多 来自新加坡 这些民众的声音 就会做出一些影片 或者是录制一些东西 就是想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对这个政府的不满 或者是对一些政策的不满 包括就是之前 我们经常看到有一段的 就是很多人去拍摄 这些在新加坡底层工作 这些很老年的老年人 在就是到了很大年级 还需要工作 去维持自己的生活 就是体现这个新加坡的 这些低阶层的人的生活 是非常的痛苦的 而且这些影片呢 也得到很大的回响 也很多新加坡人 恢复这方面的事情 是不是李光耀逝世之后 这方面就是对言论的打压 反而是新加坡的人民 变得放得比较开了 其实新加坡在言论方面 早已经是开放了 所以你从媒体可以这样子 大搞特搞也就可以看到 但是不能完全相信媒体了 媒体可以是一个人就造成 好像一个很大的声音 这个是一种 话说说一种虚幻的一个情况 不是真实的一个情况 那么你即使在媒体上 有对同样的一个个题 有一百个人反应的话呢 那么这一百个人 也就是一百个人 那他是希望造成一万个人 或者十万人的一种效应 那实际上有没有那个效应 这是我们没有办法衡量 也看不到的 所以说假如说我是反对党 我会尽量利用这媒体呢 去制造更多的这种假象 那么让人家看到 哇这个很乱啊 怎么样怎么样 各种情况 那么这个呢 对于媒体的这个运作呢 有点像台湾当年的 所谓这个地下电台的那种 陈水扁时代选举的时候的 地下电台的一种性质 当时媒体和这个网络 还没有那么发达 他是用电台的形式 那么也都是说 以小其大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现在他们利用媒体 也是这个方式 那么有些个人呢 不一定是什么反对党 他也可以在媒体上 做这样的一种 多少不负责任的言论 那么制造一种轰动效应 这是可能的 而且这个也存在了 那么至于说 它是不是真的造成了 那么大的效应呢 我想对一个务实的新加坡人来说 他会考虑这个问题的 里面所说的是违言听众 或者是把一个很小的问题呢 放大到很大 那么你比如说 很老的人还要工作啦 什么这个是现实 有些老人呢 他们也不愿意待在家里 他也希望有一些事情去做 那么你不知道这个人 他拍的这个人 是因为他想让自己活跃一点呢 还是真的生活所必去做的 所以你这个 这个 这大效果是 你作为这个网页的人 你就说 你看这么老 还要工作啊 什么什么 那么就造成一种负面效应了 那是像这个人 可能是 他为了 自己有事情做 不会这么无聊 那么他去做这个工作 那么 政府也就遇到这些优势团体 有些的确是维生物所惜 是必须去工作的 所以在这方面呢 也进行了大幅度的 这个政策的调整 也有去照顾这些弱势群体 那么这些都是 可以说 一种正面的处理呢 在网上是看不到了 那么负面的效应呢 可以造成一种假象 这个是我对于这些 新加坡所谓这个 这个网络的这些现象 它是在媒体上 可以造成一种假象 跟轰动效应 所以媒体也有一种 一定的责任 不要去把这一类东西 也没有搞清楚 它的目的 搞清楚它的对象 的情况之下呢 加以宣软传播 容易 我们如果是不理智的 看待的话 很容易成为政党宣传 民粹政策的一个工具了 虽然是要理智去看待了 对对对 好 谢谢 谢谢今天陈老师 与我们的一个分享 谢谢您 谢谢 拜拜 刚才听到 就是陈老师的一个分享 让我们看到 其实今天网上 还有五场大集会 这五场大集会 是不同的政党 在不同的区域 举行的一个大集会 是最后的一个冲刺 那么最后的冲刺 有什么新鲜的亮点 会能够扭转整个局势吗 我们还是拭目以待的 不过现在 反对党这方面 就是新加坡的 在野党这方面 主要提出来的一些课题 就包括房价的问题 他们说新加坡 最近这几年来 经济成长很快 但是房价依然很高 但是人民的工资却很低 买不到房子 这是一个课题了 另外的一个课题 是交通拥挤的问题 交通拥挤问题 究竟是公共交通的问题 还是我们的 外来务工的人比较多 这也是另外的一个问题 还有第三个问题 就是说 外来人才抢了 新加坡的饭碗 这是第三个问题 然后第四个问题 就是精英的问题 新加坡的执政党 人民行动党的 精英的制度 很多的民众感觉都不满 不能说很多的民众感觉都不满 部分的民众感觉都不满 所以这也是另外的一个问题 好 现在我们线上联系上 我们的另外的一位嘉宾 是许正义先生 早晨好 许老师 早晨好 是 今天我们要谈一下 新加坡的大选 还不到24个小时 就要到9月11号 投票日的开始了 然后老师怎么 给我们做一个预测吗 这一次是不是人民行动党 真要到了 或者是说已经受到了 严峻的挑战了 预测是很难做的 首先是因为 今天是竞选期的最后一天 然后呢 最后一天竞选期没结束 你就不知道 各政党会认出 什么绝招 那也不知道 对方是否接得了 这个是一点 那第二点呢 是哪怕你过了今天 那终究大家 到投票日的那天呢 究竟会 把票投给谁 还是很难 很难知道 所以预测工作很难做 但是呢 一个总体的 总体的那个判断 是国民总体上 还是愿意 人民行动党执政 不过呢 与此同时 他们希望 能够把 多一些反对党人 可以送进国会 去监督政府 去提出不同的看法 去制衡政府的决策 另一方面就是 有一些选区 有一些选区呢 当然就 比其他的 选战要来的激烈 尤其是东边的 比如东海岸啊 凤山啊 马林百列啊 当然这个爱因尼后港 法格东 胜港西这些 本来就是很激烈的 这些大家都比较关心啊 再来一个就是那个 荷兰 五级之马 荷兰五级之马呢 徐顺权 民主党 秘书长 过去14、15年来 没有参加大选 然后这一次 隔了14、15年之后 重新出来 形象改变了 策略也改变了 似乎也得到一些 新加坡人的那个 支持 认可 所以那是否 民主党可以在 荷兰五级之马 有一些进步 那也是要看 11号的投票结果了 所以说这几个选举 还是比较系列的 您认为在这次选举当中 工人党会不会 更加进一步 然后他们会在 包括他们在东海岸 这个选区 也包括提到的 另外的一个选区 是马林百列 这个选区 取得一定程度的进步呢 我是这样看的 当然政党 各个政党呢 他们如果自己的工作 自己的基层工作 做得好的话呢 到了今天 已经是选战的尾声了 那肯定他们已经 从基层那边 可以知道 选情 选情的那个 是向着自己呢 还是向着对方 那我们看今天 最后一天的这个 晚上的群众大会 各个政党的那个选 选地点 从地点上选择呢 就看得出来 比如说 工人党的老巢 是在后港阿玉尼 但是呢 今天晚上的 压轴大戏 他们就不选择在 后港阿玉尼 而选择在东海岸 那从这边就看得出 很清楚 我觉得 那就是工人党 对后港阿玉尼 那一代 就那一代的那个 选情 应该是相当有自信 相当有把握了 所以他们就 那边可以放缓 把火力 集中到东海岸去 那同样的 人民行动党 也把火力 集中到东海岸 今晚他们的 六场 群众大会 其中一场 就在东海岸 那我也在看 看今晚呢 行动党秘书长 总理李显龙是否 就到东海岸去站台 那这样一看 就非常清楚 东海岸 包括马林百列 凤山 就是那个选情 本届的选情 最难以判断 的一个 一块地区 是 足以看到这样的 一个激烈性 其实我们现在 感受到 就是 一个 一个 政党的轮替 或者一个 政治制度的 一个形成 或者是 我们要看 新加坡 未来的 一个发展走势的话 一个是 民主的 政治制度 但是现在 新加坡的 民主政治制度 是沿用 英国留下来的 民主政治制度 另外的一个 要看 就民众的 一个 本身的 一个意愿 和选情了 那么就 敏感受来说 支持人民行动党 这方面的选民 是属于哪一类选民呢 他大约 占的百分比 有多少 然后支持 在野党 这方面的选民 他又属于 哪一类的选民 他占的百分比 又有多少 是不是含有一部分的 中间的 过渡性选民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我们从往年的 从往界 的那个大选 成绩来看呢 行动党和反对党 通常各自有 大概 行动党可能有 百分之四十 或者是至少 三十五的铁票 反对党呢 看 各家反对党的品牌 有些品牌好的 比如说像 工人党 上一届 你看工人党的 各个选区 的得票率 都是四十以上 所以他这个已经有 一个品牌保证了 就四十以上 那其他反对党 可能没这么高 但是有些二十多 有些三十多 那都是有的 那我觉得呢 从新加坡社会 政治 社会环境来看呢 很难去判断 哪一个政党 他是面向 什么样的选民 尤其是执政党 执政党本身呢 他是没办法 我觉得他是没办法 把选民再去划分的 所以他是面对全民的 至于其他反对党 像工人党呢 他虽然名字 工人党名字叫做工人 但是他也不一定 就是像这 不一定就是 只对着工人阶级 那包括你的经理 你的专业人士 那些肯定也是 工人党要争取的 要争取的选票 包括你看 工人党的候选人 那也是 从这一届 从上一届开始 已经是走向 也走向精英路线 也不止工人党 包括民主党那些 都要走 多多或早都要走 都要走精英路线的 所以很难 说各个党 是去面向 特别要面向 讲哪一部分的选民 很难这么说 那我们所看到的 就是最近 从2000年以后 到现在 工人党取得了 一步一步的成就 一步一步的进步 和胜利 这种胜利和成就 来源于哪 是不是新加坡 民众部分 民众的思想 感受 思潮已经变化了 这种变化 有来源于哪 我觉得有几个因素 首先是 新加坡过了 从建国以来 到现在50年 50年以来 都是人民行动长 在执政 当然人民行动长 执政的政绩 是有目共睹 这个倒是不去质疑 但无论如何 社会上总是 有些人富裕一些 有些人就 比较没有这么富裕 比较需要 无论是物质 或者是 物质 或者是精神上的 各种需要 也都有 从这方面看 当然有些选民 尤其是在过去的 十年 这样的时间 就开始在讲 除了 行动党 是不是其他政党 也可以 或者说 是不是其他政党 反而可以 为我在国会里面 发一些声音 那这些声音呢 是否能够帮我 督促 行动党政府 把国家 治理得更好 让我的生活更好 所以肯定有 肯定有这方面的因素 那么现在工人党 就在这几节来 一直一直都有在进步 是不是我们可以说 新加坡这些受苦的人 越来越多了 我倒是觉得 其实 你去看 新加坡 基本上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 而且 我们 从 从网上 社交媒体也好 或者是 报章上也好 你就会发现 其实 相当多 支持 反对党的人 其实都是 很多次中产阶级 他本身并不是 因为自己 真是没饭吃了 还是自己受苦了 然后就觉得 我要把反对党 带进国会 很多时候 并不是完全这个 而是认为 比如说 认为 我们在 社会资源的分配上 可以更加的 公平 公正 我们在 政治资源的分配上 可以更加的 公平公正 等等 所以是更多的是为了这方面的原因 而想把一些反对党员送进国会去制衡政府了 那至于说 公人党 当然公人党在2011年是取得突破 那之前呢 公人党也就是 一两个 国会议员在国会 所以其实他突破是上一届 那这一届呢 看来也有可能 很有可能 还有新的突破 那即便公人党 他所有28个竞选的议席 比如说他取得一半 那也就是14个 那14个相对国会89个来说 还是很少的 所以公人党要走的路 还有好一段路得走 嗯 在想就是 其实我们在网络上可以看到 有一部分的年轻朋友们 就相当于这次参加竞选的独立人士 韩慧慧 没记错是韩慧慧是吗 是 然后他也是代表青年一代的一个声音了 然后这部分青年人对于执政政府的有一些的不满 或许他们的一个一个意向是倾向于反对党的 倾向于在野党的 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某一个群体也是倾向于在野党的 包括假如说建国以后的成长起来的这一部分年轻人啊 或者是中年人等等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分类呢 其实说如果说年轻人就一定是支持在野党 那也不完全啦 只不过是呢 因为年轻人他尤其是在建国以后 或者是独立以后出生的年轻人 现在二十多岁那一批 可能他们没有经历过独立初期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监口的生活 所以就不太能够切身体会新加坡这五十年来的建国的艰辛 那也就无法了解为什么现在的一些政策是照这个样子去设计的 因为现在的政策之所以按这个样子去设计呢 就是考虑了新加坡的这个国情啊 但是国情你的那个经济 五十年后现在的经济跟三十年前四十年前五十年前不一样 所以人们有些年轻人可能就在想 我现在生活明明比我的父亲祖父那一辈好 那为什么我还要按我祖父那一辈的那个节约方式去生活 为什么政府还要我交公积金 那我的钱是不是可以由我来自己管理 为什么要由政府来强制存款 所以这样的这样的姿态肯定有 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不否认 肯定也有一些一些人包括年轻人是认为 这样的像公积金这样的一个强制储蓄 对个人对国家也可以有好处的 那是看你从什么角度去看 但有些政策随着时代改变 就是你刚刚说的政策是在前面建国时期的 这些建立出来设计出来的政策嘛 那么这个时代改变了 那么这些年轻人想要改革这个心态 似乎也是很合理的一些事情 很合理的一个想法 是是是是是 我觉得政策肯定要跟着时代的转变而转变了 而且呢政策肯定也要根据你社会的整个要求 包括心理要求去改变 所以我昨天在另外一个访谈中呢 我就说我说其实现在的人民行动党政府所提出来的那个政治纲领和一些反对党所提出来的政治纲领 如果简单的来说 简单的来说有几个不同点 一个就是行动党的政治纲领是节约型的 谨慎型的 所以他就有像那个公积金这样的制度 我怕人民管不好自己的钱 所以我要他们强制存款 强制存款将来一来是年轻的时候可以帮你买房子 二来是年老的时候你有这笔强制存款的当个退休金 但是呢有些反对党人比如反对党人包括独立人士 像刚才你说韩汇汇 他们就认为人民应该已经足够成熟 人民应该有能力管好自己的钱财 不需要政府来逼我强制存款 所以这一类的是这一类也有 当然也有一些反对党就认为政府在医疗在教育 在交通各个方面 在住屋的那个补助和津贴不够 那希望政府从这方面的社会 在这方面的社会开支可以加多一些 所以这个又是回到那个另外一种心态 人民行动党的心态就是一种 还是回到节育的心态 他希望把更多的钱留在国家储备金 那万一将来国家有需要的时候 那可以拿国家储备金拿出来用 但反对党的最想法是先把钱发到国民手上 让国民先去享受这样的福利 那至于将来 那将来自己子孙当然有办法 不用去太过忧虑 这是不同的出发点 似乎整体看起来人民行动党 并没有过多的做错些什么 然后但是没有过多的做错些什么 但是反而现在的民主 就是人民的思潮 好像似乎在倾向于反对党或在野党 你认为这个真正的使大家思维思潮在改变的原因是些什么呢 我觉得新加坡是一个特殊的例子 一个特殊的例子 因为我们的我们至少你看上一届国会呢 我们执政党跟反对党的那个在国会的代表 全数一个占了百分之九十 那反对党只有百分之十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一些选民认为应该把多一些反对党人送进国会 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呢 但是如果将来新加坡发展到这么一天 比如说你的国会当中 执政党执政党人是百分之七十 或者是四分之三 然后反对党人呢 有四分之一 或者是百分之三十 我觉得到了那个时候呢 选民反而会去思考 说现在反对党跟执政党在国会的那个势力 相对的均衡了 那我是否应该开始对反对党人的要求 也应该跟我对执政党人的要求是一样的 因为现在呢 现在在新加坡的政治现实当中 是一般来说人们对反对党 多少会有一些那个 宽容 在期望上会有一些那个折扣 就你比它差一点点不要紧 只要不要差太多就好了 差一点点不要紧 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这个稍微差一点点的 或者是你这个稍微没有 还没有办法给我们政绩的 我还是 我还是愿意给你机会去试一下 我觉得这个心理也是可以理解的 是不是这种方式 刚才你所说的这种前景或景象 就是新加坡未来的一个政治走势呢 我觉得很有可能 就到现在的这个趋势来看呢 很有可能就是将来会发展成 反对党会议 反对党在国会的议席会增加到一定的比例 比如说20 30 然后呢人们就开始思考 那我是否还要让更多反对党人进去 如果更多反对党人进去 会不会组成政府 如果组成政府会不会比行动党做得好 那当然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可以啊 反对党会做得比行动党好 那当然无所谓 那当然有一天人们会接受反对党上台 那个没问题 但是也有些人就会觉得 就会怀疑到底是反对党做得好 那还是行动党做得好 那到了那个时候 我相信 那个就比较均衡了 整个思潮会比较均衡 就是到时候也是形成了一个应该是新加坡的一个制度型的 他应该不能说是制度型的改变 因为也没有改变 就是他真正形成了两党的一个民主制度了 我觉得你这个说的对 就是新加坡在制度上呢 并不是一党制 但是呢 因为过去五十年来 一来是行动党的那个政绩 二来也是一些政治上的现实 然后造成反对党在过去五十年 没办法在国会有更大的比例 但是这从上一届开始呢 就发现反对党能够吸引到人才 而且有些人才跟行动党人才是可以匹配 可以匹敌的 所以长此以往呢 当然是有可能 反对党是有可能在国会里面壮大声势的 那么这么一个未来的一个展示 是不是适合新加坡本身 这个国家国情的一个发展呢 这个就很难说 因为新加坡一个特点就是 国家太小 国家太小呢 是一个特点啦 不能说是优点 也不能说缺点 因为优缺点都有 它是一个双刃界嘛 国家太小的一方面 你要做出任何战略改变 战略转生 那相对容易 小船掉头容易 但另一方面呢 你小船经不起风浪 随便一个风浪就把你打倒了 其他大船呢 哪怕掉头不容易 但是它还是很稳的 所以新加坡就经不起政治上的折腾 如果有一些 比如说有一些民生课题 或者是一些外交 像外交这么重大的课题 我们在大选当中很少提起 大选当中一直在讲的就是 国内政治的事情 所以像外交这样的大事情 如果将来你有那个 无论是联合政府也好 或者是新政府也好 或者是行动党政府 但是国会里面 反对党人自走 然后这样的话 也很容易让新加坡 这样的一个小国 在国际事务上 在一些重大的决策上 会造成拖延 甚至是一些损失 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样的这个说法 或者这样的未来的考量 新加坡大选 就是因为经不起风浪嘛 那么新加坡人民是不是会 就一直会维持现在的状况 就是不会让这个反对党 有机会去执政 或者说因为这个原因 新加坡就不会出现 有政党轮替的现象 我觉得不会是这样的 我的意思是 不会因为担心 国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而永远支持行动党 我觉得这个是两回事 在将来 如果反对党 可以继续吸引人才 那可以提出 因为吸引人才 有足够的人才 可以提出 更合适的治国理念 和治国国策的话 那很可能有一天 选民就觉得 你某某哪个党 确实人才也比行动党多 提出的那个理念 也比行动党先进 那那个时候肯定就觉得 你行动党不如他了 是有可能的 但是这个前提是 那一家反对党 一定要能够吸引到 足够的人才 所以刚才听到 听到薛老师这样的一个分析 似乎如果是这样子的 一个两党对峙的 一个民主制度的存在的话 它不太适合新加坡 未来在国际事务上的 一个角色 也不太适合新加坡的 一个区域性的 一个角色的一个发展 是吗 我觉得是要看你这两党 怎么样去 在互相竞争中 怎么样去进行合作 如果你两党 能够在一些 一些关键问题上 如果是 你的政见是一致的 因为不可能两党 在所有的政策上 都是对立的 我觉得这个也不太可能 所以如果你这两党 国会当中的 这个执政党 和主要反对党 如果你在主要问题上 主要课题上 观点是一致的 然后呢 在一些次要的问题上 或者是一些 比较不是这么战略的问题上 如果有分歧 肯定有分歧 那些分歧上你去竞争 但是大问题上 如果都一致 那其实还是 不会造成 我觉得不会造成 太大的那个 那个纷扰 是 其实我们经过来的 尤其是我们马来西亚 经过来的这些国家 面对两党制的时候 就是 大家是没有理性的 这是为了反对而反对的 无论是国际上的事物 还是家里 里边的事物 如果说新加坡到了 那种程度 就两党对峙的局面 大家是不是 也会失去理性 为了自己的政治权利 为了反对而反对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可能的 我同意你的说法 就是政治很多时候 确实 你为了 为了党的利益 为了我这一派人马的利益 那你当然很有可能就 很有可能就为反对而反对 为政治而争取 是很有可能的 在这一方面 这一点上 好像似乎对于新加坡未来的一个国际地位的一个区域性的发展 并不是很看好 当然当然 我想如果是 如果是发展成 大多数民主社会都存在的这样的情况的话 那当然对新加坡不会是好事了 谢谢今天许老师 与我们的一个分享 我们也在浪涛中看清了一些事情 谢谢您 谢谢您 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请您过来 谢谢您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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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听了两位老师的一个分享 一个是徐老师 刚才忘了介绍徐老师的一个职位了 他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事务处的主任 然后另外是陈建老师 两位老师的一个分享 对于9月11号 也就是明天到来的新加坡的大学 大家心里也有一个数了 那么执政党 人民行动党肯定也会执政的 但是至于某些选区 包括东海岸的选区 包括马林百列这个选区 也许工人党会有一定的突破 这是今天给我们的一个讯息了 但是我们又讨论到 新加坡未来的一个整体的发展 究竟怎样的政治环境 与怎样的政治结构 才适合未来新加坡的一个 对内和对外的发展 这还是需要不同学者进行讨论的 但是无论怎样的讨论 民众的情绪 民众的意愿是第一位的 因为新加坡的民众和人民 决定了新加坡的未来 但是新加坡的这个情况 也不允许群众有太大的 这个民粹主义而造成国家的动荡 只能说这个两个政党的交替 应该是要在一个很理性 很正规的一个交替方式 一个竞选的方式下进行 那么新加坡的未来 才会比较有保障 那么我们明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 我们明天继续填码星空 ICR的五十多万广西人 让我们发扬大贵精神 为我们的下一代 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你好 我是大马广西总会 总经团总团长李秀安 你正在收听的是 榴莲台 榴莲台fm.com 榴莲台头是凯铭 自由高招 我是燕燕 今天我们要说的课题 就是新加坡的大选 那新加坡的这个这一次大选呢 会不会酝酿出一个政治海啸呢 我们知道这一次的新加坡大选 算是 就是第一次 就是李光耀逝世以来第一次的大选 那么我们知道新加坡 在这个李光耀执政的时候呢 对于这个权力的掌握 是非常的强硬的 然后使得新加坡的反对党呢 一直以来都没有太大的空间生存 或太大的空间发展 那么是不是在这个强人去世之后 新加坡的政治就少了这种约束 就会使用来这个第一次的动荡呢 最马上9月11号就是新加坡大选的投票日了 然后经过一个星期的选举的这种竞争 彼此包括执政党 人民行动党 也包括在野党 其他的几个政党 然后轮番的组织一些群众的这种政治讲座会 大家都在政治讲座会里发表了不同的声音 但是在这种政治讲座会当中 我们能够听到的好像似乎 它的建设性 它的彼此攻击性 彼此竞争性 要多于它对于政治的建设性 对于国家民族的一个政治建设性 所以能够听到的只是两个政党之间的 这些议员们彼此之间的一个对峙 或彼此你骂我一下 我骂你一下 我说你是骗子 我说你是精神病 我又说你是精神失常 那另外一方面又说他是怎样 他是怎样 所以只能听到这样子的一些声音 但是通过这个表象可以看出 一般大家都说 人民行动党 它是一个精英团体的政党 他的议员都是精英的人士 才可以当上这些议员 那么在这种政治化的选举过程当中 民主政治化选举过程当中 这些被我们大家所看到 曾经是很精英人士的这部分人 口里所说出来的话 似乎也不是那么太重听 似乎也不是那么太理性 似乎有很多的感性 似乎有很多的攻击 所以让我们对他们的精英的表象 感觉到有些质疑 当然对于这样的事情 还是有另外的说法 就是说在这之前呢 新加坡行动党或者说 执政党一直以来都没有受到太大的挑战 很多的选区都是不战而胜的 所以反而使得他们在选举啊 或者是在这些选举的竞选的演讲方面 反而是非常非常缺乏经验的 毕竟过去都是不战而胜嘛 那今天会有这些 就是可能不太专业的这些说词呢 就反而是比较正常的事情的感觉 那现在我们的 在连线到跟我们连线呢 是新加坡时事评论人陈健先生 陈健先生你好 早晨好陈老师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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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吗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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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是 好 我们吃来 迟到的声音 倍感珍惜 陈老师早晨好 早晨好 大家好 是对 呃 我们就9月11号 新加坡大选正式投票日 这几天 大家选举的政治讲座会 也是风起云涌的 你感受怎样呢 呃 我感 我个人是比较平静 对这次大选 呃 也没有特别的期待 呃 呃 这句话怎样理解呢 不是那么特别的 是这样的 因为 从这个整个竞选的状况来看呢 反对党虽然参加了所有的选期的这个竞选 呃 那么换下说看起来好像反对党阵容非常强大 不过呢 即使是最强大的共能党 他也没有呃 呃 全程参与所有选期的这个竞选 只是选了啊 一些选期那么派出21个人来参加竞选 那总议席是有89个 嗯 呃 呃 所以 不管怎么样呢 从这个 这个 即使你说共能党全部入选的话呢 他也不可能造成什么重大的冲击呃成为这个资政党这是不可能的嗯嗯嗯 那么从情况来看呢 但是要是一切不可能的这个啊 全部入選 因為大概也只有幾個區 比如說阿朱尼、東海岸、後港、邦尔東 這些區可能工人黨的勢力看起來是比較強大一些 或者是比較有勝選的機會 其他的就很難說了 其他的黨在各方面來說 他們都是比較弱勢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幾個基站區 現在大家比較預計的幾個基站區了 一個是阿育尼的集選區 一個是馬林百列的集選區 還有一個是荷蘭五級 五級之馬的一個集選區 這三個集選區好像似乎看起來是比較激烈一點的 您感覺呢? 基本上大家也就 看這幾個選區的選情會比較激烈一些 那麼在阿育尼的集選區 工人黨是在2011年的時候就是奪得了這個集選區 你認為在2015年的時候他們依然能夠固守這個集選區嗎? 這就很難說 因為他們在管理市政理事會這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失誤 那麼一般選民會看說 把一個市政理事會交給你管 都管成這個樣子 那麼你在治理國家方面會有什麼能耐呢? 那可能會引起這樣的疑問 所以在對待這個市政理事會出現失誤的情況之下呢 他們的很多辯解也顯得非常勉強 特別是帳目方面一直搞不清楚 到最後一分鐘才把帳目提成上來 現在也還沒有什麼特別的結果 所以這一點可能會引起一些選民呢 對工人黨有其他的看法 但是雖然有這樣的問題 但是可能我們外人就是看了這些照片和這些影片 看起來工人黨的這些講座啊 或者是這些人潮的勇氣去聽他們的演講的這個氣勢 還是很龐大的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 對,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呢? 這個當然就是選民呢都想去聽聽 看你有什麼相識裡面有什麼特別的這個政策啊 或者是對策 那麼有什麼驚險、綱領啊 這些可能大家是比較好奇的 也希望說聽到一些新的觀點、新的聲音 所以這方面其實我們確確實實也看到 現場有很多的民眾啊在野黨這方面的 包括新加坡民主黨這方面的集會 也包括工人黨這方面的現場的集會 有很多的民眾在那裡 不知道是支持還是反對 反正就是在那裡聽著 然後這種現場就讓人感覺到 是不是這一次人民行動黨真的遇到了挑戰了? 行動黨遇到挑戰這個是事實 不然的你從這個比較民主進程比較開放的一個情況之下 有更多人出來進選 而且參加競選的這些 他們也都是所謂社會精英一流的 那麼都是學友所查啊 或者是在法律或者醫藥 還是什麼其他領域啊 都是交交者 所以在這方面來說呢 這必然是要造成行動黨比較重大的壓力 那麼行動黨在執政50年當中 也有一些這個政策上失誤的地方 比如說精英主義造成了一些失誤等等 那麼這一些失誤呢 就成為了這個行動黨的軟肋 那麼也成為這個反對黨進攻的這個最重要的點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再加上這個反對黨他們派出的人選這方面呢 也是屬於所謂精英一流的這樣的 他們針對這個行動黨的某些政策 也提出他們的這個觀點 那至於說是建設性呢還是非建設性呢 這個就人言人輸了 那麼總的來說 行動黨在2021代選這個的情況之下呢 那麼他們也有針對性的 對政策做了一個重大的調整 那麼也就可以看到行動黨在這方面呢 還是比較靈活的 那麼雖然87個選區裡面呢 還是拿到81個選區 但是並沒有掉以輕心 所以對於弱勢團體的問題 對醫藥會的問題 對人口政策的問題 對交通的問題 等等這些反對黨這個群學工資的這些關鍵問題呢 他們都做了重大的調整 所以有了這個什麼這個前期者的那種配套啦 這個弱勢成型的加薪啦 醫藥方面的調整啦 特別是住房問題方面呢 做了非常重大 進行了宏觀調控各方面 進行了宏觀調控各方面 那麼使到房價受到抑制 那麼也大量的建造新的主物來 這個讓年輕的一代呢 有這個機會來取得這個主流的 這樣的一個公民的優勢 所以這一些方面呢 可以說這種施效性的東西呢 一定會取得一種施效性的結果啦 大家說人也看到說 自政黨在這方面的確是有做事情 那麼反對黨也藉這個機會 所以就說是因為我們的存在 是因為我們的這方面的這個攻擊 使到行動黨做這個改變 那麼行動黨當然是否認這一點 那麼是不是這樣的一個情況呢 那麼這個選民當然心中也有數 那麼反對黨的作用 當然也可以看到 確實有它的一定的作用 但是這就是完全的作用嗎 那麼這個也是值得疑問的 是 其實在這方面 你包括剛才其實把對黨這方面 推出了他們的精英團隊 好像社會跟人民行動黨 也沒有什麼區別 都是精英團隊 然後都是A層次的 A級層次的團隊 包括在這個工人黨 在東海岸派上的團隊 也包括在馬林百列派上的團隊 都是A級團隊的 然後這次就是根據 目前的一個消息來看 馬林百列區呢 他現在人民行動黨這方面 是新加坡的國務資政 無作動做主帥的 一個五人的集選區 然後那麼現在工人黨 好像似乎除了阿裕尼 這個集選區想保住之外 還想攻另外的一個選區 就是馬林百列了 嗯嗯嗯嗯 你看怎麼看馬林百列 這個集選區的這個防守 防雨守 這方面也就是不能夠 單看一個選區的這個情況 也要看整體的這個人民 在這方面對黨的這個政策的選擇 所以呢如果你單看一個選區的情勢來說呢 實際上 人民行動黨在這邊的團隊 當然要比共產黨的權力強一些 那麼當然這邊也有一些其他的負面因素 造成行動黨方面的不利 那麼共產黨也可以借這個機會 可以利用這樣的一種行動黨的步履來進行進攻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大家覺得 馬林百列東海岸區的情況呢 是比較一種交錯狀態 是 那麼現在離投票還有24小時的情況 那這個中間因為有一個這個冷靜時間嘛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麼今天是可以說是大家要進 從最後努力的到晚上12點之前呢 就必須接受所有的進行宣傳了 那麼從過去的這麼多天的整八九天的 這樣的一個進行宣傳的情況來看呢 似乎每個黨都沒有得到更多的進取性 那麼就要看今天晚上這五場群眾大會呢 會有什麼突破 所以可能有的人會連跑兩場的 群眾大會去聽聽這個驚險候選人 這方面會提出什麼警囊廟祭來 這個就難說了 你是警囊廟祭是指都反對黨這方面有什麼警囊廟祭嗎 今天晚上可能就拿出來了 今天晚上可能就拿出來了 那昨天在那個佛羅頓 就是西加坡市中心的金融區那邊的群眾大會 這個是歷來群眾大會很重要的群眾大會 在群眾大會上呢 那個李顯龍總理就有系統的破撤了 這個反對黨提出的幾個 這個在他看來是四四而非的這些問題 那麼提出了比較鮮明的 這個準確的回答 所以這些呢 當然對於選民來講是有作用的 那麼是不是我們要有所謂很多的反對黨在裡面呢 但是對整個國家的這個建設並沒有大大的意義 這方面是不是你選了這些反對黨進去能起什麼作用 我們還是作為一個在大洋裡面漂浮的一個小山板來說呢 怎麼掌持著山板的穩定 這個是特別重要的 我想這個選民在各方面也有這樣的一種想法的 新加坡不能亂 你現在開始從馬來西亞的一個政績的情況來看 這種亂那麼對新加坡是有警惕性的 那麼選民是要那樣的亂局呢 還是要一個穩定的政局 這個我想是選民必須很慎重的考慮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那麼所有的其他所謂他進選的綱領也好啊 政策也好啊 那麼行動黨都在2011年以後做出了很多的調整 那麼這些調整我想也能夠取得一種施銷性 就是人民也看到政府局勢是有在這方面做事情的 知道了人民這方面的一種反饋以後呢 會做出一個更大的調整 那你剛剛說的是大馬就是 新加坡的人不會想要看到像大馬現在目前為止的政治這樣局勢的動盪 但是其實在之前大馬的政府其實也提過類似的論述說 大馬不要亂大馬要穩定 但是結果還是出現了這樣的動盪問題 就代表人民在這方面的不滿可能有的時候會大過這個想要穩定的這個情緒 那麼今天新加坡這些人他們會不會就是跟大馬一樣 這個情緒當這個情緒高過這方面的就你剛剛說的不要亂的這個想法的時候 他會出現更加強烈的動盪 或者說他是不是會延燒下去 當然你說這一屆大選反對黨還是不能夠取代執政黨 但是下一屆或下一屆大選是不是這樣的情緒會越來越高漲 這個要看這個一個國家本身 他亂的因素是什麼 那麼這一方面呢 有沒有貪污的因素啦 有沒有這個偏激性的因素啦 還有緊急的因素啦等等等等 那麼這些因素是非常嚴重的因素 那麼新加坡相對來講 相對於馬來西亞的證據來說 這些基本都不存在 人民比較不滿的就是說 這個長期以來被尊菁英主義的情況 他們忽略了一些民生的議題 所以反對黨就在這方面去造勢 那麼總體來說 這種對這個造成的所謂情緒的一種波動情況來說呢 新加坡情況要比馬來西亞情況好太多太多了 這個是不可以對等來相比的 所以馬來西亞的這種不穩定因素是比較嚴重的 新加坡還沒有這一類的這個不穩定因素 那麼情緒票是有的 我的分析是新加坡呢 那麼百分之三十是比較固定的這個支持自政黨的票 百分之三十呢是比較頑固的反對票 那麼這百分之三十呢其實是可以分成幾種的 不是單純的一種 那麼這裡有這個因為生活上各種因素 追不上這個國家發展這個被邊緣化的一批 那麼還有呢這個比較死因的這個老左的一批 還有那些不滿這個行動黨的右翼的一批 這個等等 所以那麼剩下的百分之四十呢 這個就說一說搖擺票了 這個搖擺票呢有很大程度是一種呢 他們對其實這個模糊不清 搞不清方向的一批 那麼還有呢 因為這個一時的不滿 造成這種情緒的變化的一批 還有一些年輕人 一種嚮往所謂西方自由民主的 那種盲目的一批 那麼等等這些情況 所以呢這百分之四十 那百分之二十一往哪裡倒 那就是對那一方面有利的 那麼會不會達到百分之二十一呢 我看這個情況還沒有達到那樣的一個程度 所以對這方面來講 就是大家要爭取的 就是盡量的把這百分之四十 往自己這一邊拉 所以今天晚上呢 五個群眾大會 所能夠造成的這些影響呢 對這一些百分之四十 我總結為這情緒票的這個百分之四十呢 是有影響的 那麼這一方面 這百分之四十 儘管是情緒的情況 發現他們還是相對的會比較務實 因為他們也希望有一個比較穩定的新加坡 希望這個生活不要有太大的改變 所以這一方面對自政黨是比較有利的 這個是我對這個整個證據的一個看法 那麼你剛才說的 這個情緒會不會越來越像滾蟹球那樣 我想在新加坡的情勢來想 相對的這是一個比較務實的一個社會 大家在這麼長的時間裡面也看到 務實政策對一個國家是多麼重要 所以總體來說人民在做選擇的方面呢 也會從這個穩色的角度去考慮問題的 他們不想這個英文說的 造成這個船隻的大動盪 那麼然後沉下去 所以這個是大家也有考慮的地方 那麼他們相對的有一些人呢 有一種想法上我們希望更多的反對黨進入國會 這個也有這個想法的 那至於說到一個什麼程度呢 誰也控制不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看這百分之四往哪裡去 那麼從自政黨的這一方面的角度來看呢 你關要這個前總理的設施 有一定的重要的效應 那麼這個效應呢 對自政黨是有利的 那麼在整個2011以後 行動黨所做的政策的調整 這方面也是有利的 再加上50年這個國慶在這方面呢 展示了這50年來自政黨的所有的自政這個成就 這方面呢 對人民也一定有一定的影響的 所以在這樣的效應的話 反對黨要是沒有什麼更新的 這個警黨妙計的話呢 那麼你要去戰勝這方面 這三方面所取得的效應的話呢 是比較難的 所以有一些分析就認為說 這有可能讓行動黨呢 再增回5%到10%的選票 所以這個是有這樣的可能性的 但是還有零 這方面也是因為反對黨呢 自己造成了一些這個在運作上的事物 比如說市政理事會這個造成比較大的傷害 嗯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就看你剛剛說 這李光耀的事是對這個人民行動黨方面的這個利益是比較大的 但是還有另外看到就是在社交媒體上 似乎開始比較多來自新加坡這些民眾的聲音 就會做出一些影片 或者是錄製一些東西 就是想要發出自己的聲音 對這個政府的不滿 或者是對一些政策的不滿 包括就是之前我們經常看到有一段呢 就是很多人去拍攝這些在新加坡底層工作 很多這些很老年的老年人 在就是到了很大年級還需要工作去維持自己的生活 就是體現這個新加坡的這些低階層的人的生活是非常的痛苦的 而且這些影片呢也得到很大的回想 也很多就是新加坡人恢復這方面的事情 是不是李光耀的事實之後這方面就是對言論的打壓 反而是新加坡的人民變得放得比較開了 其實新加坡在言論方面早已經是開放了 所以你從媒體可以這樣子大搞特搞也就可以看到 但是不能完全相信媒體的 媒體可以是一個人就造成好像一個很大的聲音 這個是一種 話要說一種西方的一個情況 不是真實的一個情況 那麼你即使在媒體上有對於同樣的一個個題 有一百個人反應的話呢 那麼這一百個人也就是一百個人 那他是希望造成一萬個人或者十萬人的一種效應 那事實上有沒有那個效應 這是我們沒有辦法衡量也看不到的 所以假如說我是反對黨 我會盡量利用這個媒體呢 去製造更多的這種假象 那麼讓人家看到哇這個很亂啊 怎麼樣怎麼樣 各種情況 那麼這個呢 對於媒體的這個運作呢 有點像台灣當年的 所謂這個地下電台的那種 陳水扁時代選舉的時候的 地下電台的一種性質 當時媒體和這個網絡還沒有那麼發達 他是用電台的形式 那麼也都是以小其大的這樣的一種方式 現在他們利用媒體也是這個方式 那麼有些個人呢 不一定是什麼反對黨 他也可以在媒體上做這樣的一種 多少不負責任的言論 那麼製造一種互動效應 這是可能的 而且這個也存在的 那麼至於說 它是不是真的造成了那麼大的效應呢 我想對一個務實的新加坡人來說 他會考慮這個問題的 你裡面所說的是維言聽眾 或者是把一個很小的問題呢 放大到很大 那麼你比如說很老的人還要工作啦 什麼這個是現實 有些老人呢 他們也不願意待在家裡 他也希望有一些事情去做 那麼你不知道這個人 他拍的這個人是因為他想讓自己活躍一點呢 還是真的生活所必去做的 所以你這個這個 最大的效果是 你作為這個網頁的人 你就說啊 你看這麼老還要還要工作啊 什麼什麼 那麼就造成一種負面效應了 那實際上這個人可能是 他為了自己有事情做不會這麼無聊 那麼他去做這個工作 那麼政府也就遇到這些優勢團體 有些的確是維生我所惜 是必須去工作的 所以在這方面呢 也進行了大幅度的這個這個政策的調整 也有去照顧這些弱勢群體 那麼這些都是可以說 一種正面的處理呢 在網上是看不到了 那麼負面的效應呢 可以造成一種假象 這個是我對於這些新加坡 所謂這個這個這個網絡的這些現象呢 啊這個 它是在媒體上 可以造成一種假象跟轟動效應 所以媒體也有一種一定的責任 不要去把這一類東西 也沒有搞清楚它的目的 搞清楚它的對象的情況之下呢 加以鮮軟傳播 很容易我們如果是不理智的看待的話 很容易成為政黨宣傳民粹政策的一個工具了 所以還是要有自己去看待了 對對對 好謝謝謝謝今天陳老師 與我們的一個分享 謝謝您 謝謝謝謝謝謝 拜拜 是 呃 剛才聽到就是陳老師的一個分享 呃 讓讓我們看到其實今天網上還有五場大集會 這五場大集會是不同的政黨在不同的區域舉行的一個大集會 是最後的一個衝刺 那麼最後的衝刺有什麼新鮮的亮點 會能夠扭轉整個局勢嗎 我們還是拭目以待的 不過現在反對黨這方面 就是新加坡的在野黨這方面主要提出來的一些課題 就包括房價的問題 呃他們說新加坡最近這幾年來經濟成長很快 但是房價依然很高 但是人民的工資卻很低 買不到房子 這是一個課題了 另外的一個課題是交通擁擠的問題 交通擁擠問題究竟是公共交通的問題 還是我們的外來務工的人比較多 這也是另外的一個問題 還有第三個問題就是說外來人才搶了新加坡的飯碗 這是第三個問題 然後第四個問題就是精英的問題 而新加坡的執政黨人民行動黨的精英的制度呢 呃很多的民眾感覺得不滿 不滿的不能說很多的民眾感覺得不滿 部分的民眾感覺得不滿 所以這也是另外的一個問題 好現在我們呃線上聯繫上我們的另外的一位嘉賓是許正義先生 呃早晨好徐老師 早晨好 早晨好 哎是呃今天我們要談一下新加坡的大選還不到24個小時就要到9月11號投票日的開始了 然後老師怎麼呃給我們做一個預測嗎 呃這一次是不是人民行動黨真要到了或者是說已經受到了嚴峻的挑戰了 呃預測是很難做的 嗯 首先是因為呃今天是競選期的最後一天 然後呢呃最後一天競選期沒結束 呃你就不知道各政黨會扔出呃什麼絕招 那也不知道對方是否接得了 呃呃呃這個是一點啊 那第二點呢是哪怕你過了今天 那終究大家呃呃到投票日的那天呢呃呃究竟會 所以把票投給誰還是很難很難知道 嗯 所以預測工作很難做 呃但是呢 一個總體的呃呃 總體的那個判斷是 國民總體上還是願意呃人民行動黨執政 不過呢呃呃呃 還有一些反對黨人 以及他們希望能夠把呃呃多一些反對黨人 可以送進國會去監督政府 去提出不同的看法 去制衡政府的決策 嗯 對 那一方面就是有一些呃選區 有一些選區呢當然就呃呃 呃呃 比其他的的呃 within that 呃選戰要來的激烈 尤其是東邊的 比如呃東海岸啊 鳳山啊 马林百列,当然这个爱玉尼后港,马河东,圣港西这些,本来就是很激烈的,这些大家都比较关心了,再来一个就是那个荷兰五级芝麻,荷兰五级芝麻呢,徐顺全民主党秘书长,过去14、15年来没有参加大选, 然后这一次,隔了14、15年之后重新出来,形象改变了,策略也改变了,似乎也得到一些新加坡人的那个认可,所以那是否民主党可以在荷兰五级芝麻有一些进步,那也是要看11号的投票结果了。 嗯,所以说这几个选区还是比较激烈的,您认为在这次选举当中,工人党会不会更加进一步,然后他们会在,包括他们在东海岸这个选区,也包括提到的另外的一个选区是马林百列这个选区,取得一定程度的进步呢? 是,我是这样看的哦,当然政党,各个政党呢,他们如果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基层工作做得好的话呢,到了今天已经是选战的尾声了, 那肯定他们已经从基层那边可以知道,选情,选情的那个,是向着自己呢,还是向着对方啦。 那我们看今天,最后一天的这个,晚上的群众大会,各个政党的那个选,选地点,从地点上选择呢,就看得出来。 比如说,工人党的老巢是在后港阿玉尼,但是呢,今天晚上的压轴大计,他们就不选择在后港阿玉尼,而选择在东海岸。 那从这边就看得出很清楚,我觉得那就是工人党对后港阿玉尼那一代,就那一代的那个选情,应该是相当有自信,相当有把握了。 所以他们就那边可以放缓,把火力集中到东海岸去。 那同样的,人民行动党也把火力集中到东海岸,今晚他们的六场群众大会,其中一场就在东海岸。 那我也在看,看今晚呢,行动党秘书长总理李显龙是否就到东海岸去站台。 那这样一看就非常清楚,东海岸,包括马林百列,凤山,就是那个选情,本届选情最难以判断的一个一块地区。 是,足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激烈性,其实我们现在感受到就是,一个政党的轮替,或者一个政治制度的一个形成,或者是我们要看新加坡未来的一个发展走势的话, 一个是民主的政治制度,但是现在新加坡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沿用英国留下来的民主政治制度。 另外的一个要看就民众的一个本身的一个意愿和选情了,那么就敏感受来说,支持人民行动党这方面的选民是属于哪一类选民呢? 它大约占的百分比有多少?然后支持在野党这方面的选民,它又属于哪一类的选民? 它占的百分比又有多少?是不是含有一部分的中间的过渡性选民? 一般来说,一般来说,我们从往年的,从往界的那个大选成绩来看呢,行动党和反对党通常各自有大概,行动党可能有40%或者是至少35%的铁票了。 反对党呢,看各家反对党的品牌,有些品牌好的,比如说像工人党,上一届你看工人党的各个选区的得票率都是40%以上,所以它这个已经有一个品牌保证了,就40%以上。 那其他反对党可能没这么高,但是有些20多,有些30多,那都是有的。 那我觉得呢,从新加坡社会政治,社会环境来看呢,很难去判断哪一个政党,它是面向什么样的选民,尤其是执政党。 执政党本身呢,它是没办法,我觉得它是没办法把选民再去划分的。 所以它是面对全民的。 至于其他反对党,像工人党呢,它虽然名字啊,工人党名字叫做工人,但是它也不一定就是像这,不一定就是指对着工人阶级。 那包括你的经理啊,你的专业人士啊,那些肯定也是工人党要争取的,要争取的选票啊,包括你看工人党的候选人,那也是从这一届,从上一届开始,已经是走向,也走向精英路线啊。 也不止工人党,包括民主党那些,都要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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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英路线啊。 所以很难,说各个党是去面向,特别要面向哪一部分的选民,很难这么说啊。 那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最近从2000年以后到现在,工人党取得了一步一步的成就,一步一步的进步和胜利。 这种胜利和成就来源于哪,是不是新加坡民众部分民众的思想,感受,思潮已经变化了,这种变化有来源于哪? 我觉得有几个因素啦,首先呢是新加坡过了这,从建国以来到现在50年,50年以来都是人民行动长在执政。 那当然人民行动长执政的那个政绩是有目共睹,这个倒是不去质疑啦。 但无论如何呢,社会上总是有些人富裕一些,有些人就比较没有这么富裕,比较需要,无论是物质或者是精神上的各种需要也都有。 从这方面看呢,当然有些选民,尤其是在过去的10年这样的时间呢,就开始在讲,除了行动党,是不是其他政党也可以,或者说是不是其他政党反而可以为我在国会里面发一些声音。 那这些政党呢,是否能够帮我督促行动党政府,把国家治理得更好,让我的生活更好。 所以肯定有这方面的因素啦。 那现在工人党就在这几节来一直一直都有在进步嘛,是不是我们可以说新加坡这些受苦的人越来越多了? 我倒是觉得其实哦,你去看新加坡基本上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而且我们从网上,社交媒体也好,或者是报章上也好,你就会发现其实相当多支持反对党的人呢,其实都是,很多是中产阶级。 它本身并不是因为自己城市没饭吃了,还是自己受苦了,然后就觉得我要把反对党带进国会。 很多时候并不是完全这个,而是认为,比如说认为我们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上可以更加的公平公正, 我们在政治资源的分配上可以更加的公平公正,等等。 所以是更多的是为了这方面的原因,而想把一些反对党人送进国会去制衡政府了。 那至于说公民党,当然公民党在2011年是取得突破,那之前呢,公民党也就是一两个国会议员在国会,所以其实它突破是上一届。 那这一届呢,看来也有可能,很有可能还有新的突破,那即便公民党它所有28个竞选的议席,比如说它取得一半,那也就是14个。 那14个相对国会89个来说还是很少的,所以公民党要走的路,还有好一段路得走。 嗯,嗯,在想就是,其实我们在网络上可以看到,有一部分的年轻朋友们,就相当于这次参加竞选的独立人士,韩慧慧,没记错是韩慧慧是吗? 嗯,是。 然后他也是代表青年一代的一个声音了,然后这部分青年人对于执政政府的有一些的不满,或许他们的一个, 一个意向是倾向于反对党的,倾向于在野党的,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某一个群体也是倾向于在野党的,包括假如说建国以后的成长起来的这一部分年轻人啊,或者是中年人啊,等等,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分类呢? 嗯,其实说如果说年轻人就一定是支持在野党,那也不完全啊,只不过是呢,因为年轻人他,尤其是在建国以后,或者是独立以后出生的年轻人, 现在20多岁那批,可能他们没有经历过独立初期,60年代,70年代,尖口的生活,所以就不太能够切身体会,新加坡这50年来的,的那个建国的艰辛,那也就无法了解, 为什么现在的一些政策,是照这个样子去设计的,因为现在的政策之所以按这个样子去设计呢,就是考虑了新加坡的这个国情啊,但是国情,你的那个经济,50年后,现在的经济跟30年前,40年前,50年前,不一样,所以人们,有些年轻人可能就在想,我现在生活明明比我的父亲,祖父那一辈好,那为什么? 我还要按我祖父那辈的那个节约方式去生活,为什么政府还要,我交公积金,那我的钱是不是可以由我来自己管理,为什么要,为什么要由政府来强制存款,所以这样的,这样的姿态,这样的心态,肯定有,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不否认,肯定也有一些,一些人,包括年轻人,是认为,哎,这样的,像公积金,这样的一个强制储蓄, 对,对个人,对国家,也可以有好处的,那是看你从什么角度去看嘛,嗯,但有些政策随着时代改变,就是你刚刚说的政策是在,前面建国时期的,这些建立出来,设计出来的政策嘛,那么这个时代改变了,那么这些年轻人想要改革,这个心态,似乎也是很合理的一些事情,很合理的一个想法,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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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政策,肯定要跟着时代的转变,而转变了,而且呢,政策肯定也要根据你社会的,整个要求,包括心理要求,去改变, 对,所以我昨天,在另外一个访谈中呢,我就说,我说其实,现在的人民行动党政府,所提出来的那个政治纲领,和一些反对党所提出来的政治纲领,如果简单的来说,简单的来说,有几个不同点, 一个就是行动党的政治纲领是,呃,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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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m,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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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嗯,嗯,嗯, 그러니까, Soul B,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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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是有一些反对党人,比如反对党人包括独立人士,像刚才你说韩汇队,他们就认为人民应该已经足够成熟,人民应该有能力管好自己的钱财,不需要政府来逼我强制存款。 所以这一类也有,当然也有一些反对党就认为政府在医疗,在教育,在交通各个方面,在住屋的补助和津贴不够,希望政府从这方面的社会,在这方面的社会开支可以加多一些。 所以这个又是回到另外一种心态,人民行动党的心态就是一种,还是回到节育的心态,它希望把更多的钱留在国家储备金,万一将来国家有需要的时候,那可以拿国家储备金拿出来用。 在反对党的最想法是先把钱发到国民所上,让国民先去享受这样的福利,那至于将来,那将来自己子孙当然有办法,不用去太过忧虑。 这是不同的出发点。 似乎整体看起来,人民行动党并没有过多的做错些什么什么,然后但是没有过多的做错些什么,但是反而现在的民主,就是人民的思潮,很像似乎在倾向于反对党或在野党。 你认为这个真正的,使大家思维思潮在改变的原因是些什么呢? 我觉得新加坡是一个特殊的例子,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因为我们的,我们至少你看上一届国会呢,我们执政党跟反对党的在国会的代表,全数一个占了90%,那反对党只有10%。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一些选民认为应该把多一些反对党人送进国会,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但是如果将来新加坡发展到这么一天, 比如说你的国会当中执政党人是70%或者是4分之3,然后反对党人呢,有4分之1或者是30%,我觉得到了那个时候呢, 选民反而会去思考,说现在反对党跟执政党在国会的那个势力相对的均衡了,那我是否应该开始对反对党人的要求,也应该跟我对执政党人的要求是一样的。 因为现在呢,现在在新加坡的政治现实当中,是一般来说,人们对反对党,多少会有一些那个宽容。 在希望上会有一些那个折扣啦,就你比它差一点点不要紧,只要不要差太多就好了,差一点点不要紧。 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这个稍微差一点点的,或者是你这个稍微没有,还没有办法给我们政绩的,我还是,我还是愿意给你机会去试一下。 我觉得这个心理也是可以,可以理解的。 嗯,是不是这种方式,刚才你所说的这种前景或景象就是新加坡未来的一个政治走势呢? 我觉得很有可能,就到现在的这个,这个这个趋势来看呢,很有可能就是将来会发展成,呃,反对党会,反对党在国会的议席会增加到一定的比例,比如说20,30,然后呢,人们就开始思考,那我是否还要让更多反对党, 反对党进去,如果更多反对党进去,会不会组成政府,如果组成政府会不会比行动党做得好,那当然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可以啊,反对党会做得比行动党好,那当然无所谓,那当然有一天,人们会接受反对党上台,那个没问题。 但是也有些人就会觉得,哎,就会怀疑,到底是反对党做得好呢,还是行动党做得好,那到了那个时候,我相信,呃,那个就比较均衡啊,整个思,整个思潮会比较均衡。 嗯,就是到时候也是形成了一个,呃,应该是新加坡的一个制度型的,它应该,不能说是制度型的改变,因为也没有改变,就是它真正形成了两党的一个民主制度了。 呃,是,我觉得你这个说的对,就是新加坡在制度上呢,并不是一党制,但是呢,因为过去50年来,呃,一来是行动党的那个政绩,二来也是一些政治上的现实,然后造成呃,呃,反对党在过去50年,没办法在国会有有更大的比例,呃,但是这从上一届开始呢,就发现反对党呃,呃,呃,能够 对脑,对?是,可以匿配,可以匿低的。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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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么一个未来的一个展示,是不是适合新加坡本身这个国家国情的一个发展呢? 这个就很难说 因为新加坡一个特点就是 国家太小 国家太小是一个特点 不能说是优点 也不能说缺点 因为优缺点都有 它是一个双刃界 国家太小的一方面 你要做出任何战略改变 战略转升 那相对容易 小船掉头容易 但另一方面 你小船进不起风浪 随便一个风浪就把你打倒了 其他大船 哪怕掉头不容易 但是他还是很稳的 所以新加坡就经不起 政治上的折腾 如果有一些 比如说有一些民生课题 或者是一些外交 像外交这么重大的课题 我们在大选当中很少提起 很少提起 大选当中一直在讲的就是 国内政治的事情 所以像外交这样的大事情 如果将来 你有那个 无论是联合政府也好 或者是新政府也好 或者是行动党政府 但是国会里面 反对党人自走 然后 这样的话 也很容易 让新加坡这样的一个 小国 在国际事务上 在一些重大的决策上 会造成拖延 甚至是一些损失 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样的这个 说法 或者这样的未来的考量 新加坡大选 就是因为经不起风浪 那么新加坡人民是不是会 就一直会维持现在的状况 就是不会让这个反对党有机会去执政 或者说因为这个原因 新加坡就不会出现有政党轮替的现象 我觉得不会是这样的 我的意思是 不会因为担心 国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而永远支持行动党 我觉得这个是两回事 在将来 如果反对党 可以继续吸引人才 那可以提出 因为吸引人才 有足够的人才 可以提出 更合适的治国理念 和治国国策的话 那很可能有一天 人家选民就觉得 你某某哪一个党 确实人才也比行动党多 提出的那个理念 也比行动党先进 那那个时候肯定就觉得 你行动党不如他了 是有可能的 但是这个前提是 那一家反对党 一定要能够吸引到足够的人才 所以刚才听到 听到薛老师这样的一个分析 似乎如果是这样子的 一个两党对峙的 一个民主制度的存在的话 它不太适合新加坡 未来在国际事务上的一个角色 也不太适合新加坡的一个区域性的 一个角色的一个发展 是吗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吗 我觉得是要看你这两党 怎么样去 在 在互相竞争中 怎么样去进行合作 如果你两党 能够在一些 一些关键问题上 如果是 你的政见是一致的 因为不可能两党 在所有的政策上都是对立的 我觉得这个也不太可能 所以如果你的两党呢 国会当中的这个执政党和主要反对党 如果你在主要问题上 主要课题上 观点是一致的 然后呢 在一些次要的问题上 或者是一些 比较不是这么战略的问题上呢 如果有分歧 肯定有分歧 那些分歧上你去竞争 但是大问题上 如果多一次 那其实还是 不会造成 我觉得不会造成 太大的那个 那个纷扰 是 其实我们经过来的 尤其是我们马来西亚 经过来的这些国家 面对两党制的时候 就是 大家是没有理性的 这是为了反对而反对的 无论是国际上的事物 还是家里 里边的事物 如果说新加坡到了那种程度 就两党对峙的局面 大家是不是也会失去理性 为了自己的政治权利 为了反对而反对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可能的 我同意你的说法 就是 政治很多时候 确实 你为了 为了党的利益 为了我这一派人马的利益 那你当然很有可能就 很有可能就为反对而反对 为政治而争取 是很有可能的 在这一方面 这一点上 好像似乎对于 新加坡未来的一个国际地位的 一个区域性的发展 并不是很看好 当然当然 我想如果是发展成大多数民主社会 都存在着这样的情况的话 那当然对新加坡不会是好事了 我们 谢谢今天许老师 与我们的一个分享 我们也在浪涛中 看清了一些事情 谢谢您 谢谢您 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请您过来 阿姨 谢谢您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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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听了两位老师的一个分享 一个是徐老师 刚才忘了介绍徐老师的一个职位了 他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事务处的主任 然后另外是陈建老师 两位老师的一个分享 对于9月11号 也就是明天到来的新加坡的大选 大家心里也有一个数了 那么执政党 人民行动党肯定也会执政的 但是至于某些选区 包括东海岸的选区 包括马林百列这个选区 也许工人党会有一定的突破 这是今天给我们的一个讯息了 但是我们又讨论到 新加坡未来的一个整体的发展 究竟怎样的政治环境 与怎样的政治结构 才适合未来新加坡的一个 对内和对外的发展 这还是需要不同学者进行讨论的 但是无论怎样的讨论 民众的情绪 民众的意愿是第一位的 因为新加坡的民众和人民 决定了新加坡的未来 但是新加坡的这个情况 也不允许群众有太大的 民粹主义而造成国家的动荡 只能说这个两个政党的交替 应该是要在一个很理性 很正规的一个交替方式 一个竞选的方式下进行 那么新加坡的未来 才会比较有保障 那么我们明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 我们明天继续填马星空 ICR的五十多万广西人 让我们发扬大贵精神 为我们的下一代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你好 我是大马广西总会 总经团总团长李秀安 你正在收听的是流连台 julianfm.com 链南投资开明 最后大家好 我是燕燕 今天我们要说的课题 就是新加坡的大选 新加坡的这个 这一次大选呢 会不会酝酿出一个政治海啸呢 我们都知道 这一次的新加坡大选 算是 就是第一次 就是李光耀逝世以来 第一次的大选 那么我们都知道 新加坡在这个 李光耀执政的时候呢 对于这个权力的掌握 是非常的强硬的 然后使得新加坡的反对党呢 一直以来都没有太大的空间生存 或太大的空间发展 那么是不是在这个强人去世之后 新加坡的政治就少了这种约束 就会使用来这个 第一次的动荡呢 所以马上 9月11号就是新加坡大选的投票日了 然后经过一个星期的选举的 这种竞争 彼此包括执政党 人民行动党 也包括在野党 其他的几个政党 然后轮番的组织一些群众的 这种政治讲座会 大家都在政治讲座会里 发表了不同的声音 但是在这种政治讲座会当中 我们能够听到的好像似乎 它的建设性 它的彼此攻击性 彼此竞争性 要多于它对于政治的建设性 对于国家民族的一个政治建设性 所以能够听到的 只是两个政党之间的这一些 议员们彼此之间的一个对峙 或彼此你骂我一下 我骂你一下 我说你是骗子 我说你是精神病 我又说你是精神失常 那另外一方面又说 他是怎样 他是怎样 所以只能听到这样子的一些声音 但是通过这个表象可以看出 一般大家都说 人民行动党 它是一个精英团体的政党 它的议员都是精英的人士 才可以当上这些议员 那么在这种政治化的选举过程当中 民主政治化选举过程当中 这些被我们大家所看到 曾经是很精英人士的这部分人 口里所说出来的话 似乎也不是那么太重听 似乎也不是那么太理性 似乎有很多的感性 似乎有很多的攻击 所以让我们对他们的精英的表象 感觉到有些质疑 当然对于这样的事情 还是有另外的说法 就是说在这之前 新加坡形容党或者说执政党 一直以来都没有受到太大的挑战 很多的选区都是不战而胜的 所以反而使得他们在选举 或者是在选举的竞选的演讲方面 反而是非常非常缺乏经验的 毕竟过去都是不战而胜嘛 那今天会有这些 就是可能不太专业的这些说词呢 就反而是比较正常的事情的感觉 那现在我们的 在连线到跟我们连线呢 是新加坡时事评论人 陈健先生 陈健先生你好 早上好陈老师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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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吗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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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是 我们吃来 迟到的声音 倍感珍惜 陈老师早晨好 早晨好 大家好 是对 呃 我们就 9月11号 新加坡大选 正式投票日 这几天 大家选举的政治讲座会 也是风起云涌的 你感受怎样呢 我感受我个人是比较平静 对这次大选 也没有特别的期待 这句话怎样理解呢 不是那么特别的期待 是这样的 因为从这个整个竞选的状况来看呢 反对党虽然参加了所有的选期的这个竞选 那么方家说看起来好像反对党阵容非常强大 不过呢 即使是最强大的共能党 他也没有全程参与所有选期的这个竞选 只是选了一些选期 那么派出21个人来参加竞选 那总议席是有89个 所以不管怎么样呢 从这个即使你说共能党全部入选的话呢 他也不可能造成什么重大的冲击 成为这个自政党 这是不可能的 那么从情况来看呢 21期也不可能这个全部入选 因为大概也只有几个区呢 比如说阿州内啦 东海岸啦 后港啦 宝尔东啦 这些区呢 可能共能党的势力看起来是比较强大一些 或者是比较有胜选的机会 那其他的就很难说了 那么其他的党呢 在各方面来说 他们都是比较弱势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基站区 现在大家比较预计的几个基站区了 一个是阿育尼的极选区 一个是马林百列的极选区 还有一个是荷兰 荷兰五级 sorry啊 这是五级芝麻 对五级芝麻的一个极选区 这三个极选区 好像似乎看起来是比较激烈一点的 您感觉呢 基本上大家也就看这几个选区的选情会比较激烈一些 那么在阿育尼的极选区 工人党是在2011年的时候 就是夺得了这个极选区 你认为在2015年的时候 他们依然能够固守这个极选区吗 这就很难说 因为他们在这个管理市政理事会这方面呢 造成了很大的失误 那么一般选民会看说 把一个市政理事会交给你管 都管成这个样子 那么你在这个治理国家方面会有什么能耐呢 可能会引起这样的疑问 所以在对待这个市政理事会出现失误的情况之下呢 他们的很多辩解也显得非常勉强 特别是账目方面 一直搞不清楚 到最后一分钟才把账目提成上来 现在也还没有什么特别的结果 所以这一点会 可能会引起一些选民呢 对共人党有其他的看法 但是虽然有这样的问题 但是可能我们外人 就是看到这些照片和这些影片 看起来共人党的这些讲座啊 或者是这些人潮的勇气 去听他们的演讲的这个气势 还是很庞大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这个大概就是选民呢 都想去听听 看你有什么相似里面 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政策啊 或者是对策 那么有什么惊险纲领啊 这些可能大家是比较好奇的 也希望说听到一些新的观点 新的声音 所以这方面 其实我们确确实实也看到 现场有很多的民众啊 在在野党这方面的 包括新加坡民主党这方面的集会 也包括共人党这方面的 现场的集会 有很多的民众在那里 不知道是支持还是反对 反正就是在那里听着 然后这种现场就让人感觉到 是不是这一次人民行动党 真的遇到了挑战了 行动党遇到挑战 这个是事实 不然的你从这个比较民主进程 比较开放的一个情况之下 有更多人出来进选 而且参加竞选的这些 他们也都是所谓 社会精英一流的 那么不是学有所长啊 或者是在法律 或者医药 还是什么其他领域啊 都是交交者 所以在这方面来说呢 这必然是要造成 行动党比较重大的压力 那么行动党在制政50年当中 也有一些这个政策上 失误的地方 比如说金融主席 造成了一些失误等等 那么这一些失误呢 就成为了这个行动党的软位 那么也成为这个反对党进攻的 这个最重要的点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那再加上这个反对党 他们派出的能选这方面呢 也是属于 所谓精英一流的这样的 他们针对这个行动党的某些政策 也提出他们的这个观点 那至于说是建设性呢 还是非建设性呢 这个就能言能输了 那么总的来说 行动党在2021败选 这个的情况之下呢 那么他们也有针对性的 对政策做了一个重大的调整 那么也就可以看到 行动党在这方面呢 还是比较灵活的 那么虽然87个选期里面呢 还是拿到81个选期 但是并没有掉以轻心 所以对弱势团体的问题 对医药会的问题 对人口政策的问题 对交通的问题 等等这些反对党 这个群体而公知的 这些关键问题呢 他们都做了重大的调整 所以有了这个什么 这个 这个 群体者就是的那种配套啦 这个弱势程序的加薪啦 医药方面的调整啦 特别是住房问题方面呢 做了非常重大 进行了宏观调控各方面 那么使到房价受到抑制 那么也大量的建造新的组物来 这个让年轻的一代呢 有这个机会来取得这个组物的 这样的一个公民的优势 所以这一些方面呢 可以说这种失效性的东西呢 一定会取得一种失效性的结果啦 大家说 人也看到说自政党在这方面 的确是有做事情 那么反对党也借这个机会 就是哦 是因为我们的存在 是因为我们的这个 这方面的这个攻击 使到行动党做这个改变 那么行动党当然是否认这一点 那么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那么这个选民当然心中也有数 那么反对党的作用 当然也可以看到 这确有它的一定的作用 但是这就是完全的作用吗 那么这个也是值得疑问的 是 其实在这方面 你包括刚才其实把队长这方面 推出了他们的精英团队 好像社会跟人民行动党 也没有什么区别 都是精英团队 然后都是A层次的 A级层次的团队 你包括在这个 工人党在东海岸派上的团队 也包括在马林百列派上的团队 都是A级团队的 然后这次 就是根据目前的一个消息来看 马林百列区呢 它现在人民行动党这方面 是新加坡的国务资政 无作动做主帅的 一个五人的集选区 然后那么现在工人党 好像似乎除了阿玉尼 这个集选区想保住之外 还想攻另外的一个选区 就是马林百列了 你看怎么看马林百列 这个集选区的防守 防御守 这方面也 就是不能够单看一个选区的 一个情况 也要看整体的 这个人民在这方面 对党的这个政策的选择 所以如果你单看一个 选区的形势来说 事实上人民行动党在这边的团队 当然要比公民党的权队强一些 那么当然这边也有一些 其他的负面因素 造成行动党方面的不利 那么公民党也可以借这个机会 利用这样的一种行动党的不利 来进行进攻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大家觉得马林百列东海岸区的情况 是比较一种焦躁状态 那么现在离投票还有24小时的情况 这个中间因为有一个冷静时间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么今天是可以说是 大家要尽最后努力的到晚上12点之前 就必须接受所有的竞选宣传 那么从过去的这么多天的 整八九天的这样的一个竞选宣传的情况来看 似乎每一个党都没有得到更多的进取性 那么就要看今天晚上这五场群众大会 会有什么突破 所以可能有的人会连跑两场的群众大会 去听听这个军军候选人 这方面会提出什么锦囊妙计来 这个就难说了 你说锦囊妙计是指都反对党这方面 有什么锦囊妙计吗 反对党也好 这个自身党也好 他们都必须要提出一些锦囊妙计来 比如说行动党也说 我们还有最后箱子的东西 还没拿出来呢 今天晚上可能就拿出来了 那么昨天在那个佛罗顿 这个县波市中心的金融区 那边的群众大会 这个是历来行动党也很重要的 这个群众大会 在群众大会上 那个李显龙总理就有系统的 破册了这个反对党提出的几个 这个在他看来 是逝世而回的这些问题 那么提出了比较鲜明的 这个准确的回答 所以这些呢 当然对选民来讲是有作用的 那么是不是我们要有所谓 很多的反对党在里面 但是对整个国家的这个建设 并没有大大的意义 这方面是不是 你选了这些反对党进去 能起什么作用 我们还是作为一个在大洋里面 漂浮的一个小山板来说呢 怎么长持着山板的稳定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我想这个选民在这方面也有这样的一种想法的 新加坡不能乱 你现在开始从马来西亚的一个政绩的情况来看 这种乱 那么对新加坡是有警惕性的 对有警惕性的 那么选民是要那样的乱局呢 还是要一个稳定的政局 这个我想是选民必须很慎重的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么所有的其他所谓他进选的纲领也好啊 政策也好啊 那么行动党都在2011年以后做出了很多的调整 那么这些调整 我想也能够起的一种是孝性 就是人民也看到 政府局势是有在这方面做事情的 知道了人民这方面的一种反馈以后呢 会做出一个更大的调整 那你刚刚说的是大马 就是新加坡的人不会想要看到像大马 现在目前为止的政治这样局势的动荡 但是其实在之前大马的政府 其实也提过类似的论述 说大马不要乱 大马要稳定 但是结果还是出现了这样的这些动荡问题 就代表人民在这方面的不满 可能有的时候会大过 这个想要稳定的这个情绪 那么今天新加坡这些人 他们会不会就是跟大马一样 这个情绪当 这个情绪高过这方面的 就你刚刚说的不要乱的这个想法的时候 他会出现更加强烈的动荡 或者说他是不是会延烧下去 当然你说这一届大选 反对党还是不能够取代执政党 但是下一届或下一届大选 是不是这样的情绪会越来越高涨 这个要看这个一个国家本身 它乱的因素是什么 那么这方面呢 有没有贪污的因素啦 有没有这个偏激性的因素啦 还有种族的因素啦 等等等等 那么这些因素是非常严重的因素 那么新加坡相对来讲 相对于马来西亚的证据来说 这些基本都不存在 人民比较不满的就是说 这个长期以来 被尊精英主义的情况 他们忽略了一些民生的议题 所以反对党就在这方面去造势 那么总体来说 这种对这个造成的所谓情绪的一种波动情况来说 新加坡情况要比马来西亚情况好太多太多了 这个是不可以对等来相比的 因为马来西亚的这个 这种不稳定因素是比较严重的 新加坡还没有这一类的这个不稳定因素 那么情绪票是有的 我的分析是新加坡呢 30%是比较固定的这个支持自政党的票 30%呢是比较顽固的反对票 那么这30%呢 其实是可以分成几种的 不是单纯的一种 那么这里有这个因为生活上各种因素 追不上这个国家发展这个被边缘化的一批 那么还有呢这个比较死因的这个老左的一批 还有那些不满这个行动党的右翼的一批 这个等等 所以那么剩下的40%呢 这个就说一说摇摆票了 这个摇摆票呢 有很大程度是一种呢 他们对其实 这个模糊不清 搞不清方向的一批 那么还有呢 因为这个一时的不满 造成一种情绪的变化的一批 还有一些年轻人 一种向往所谓西方自由民主的 那种盲目的一批 那么等等这些情况 所以呢 这40% 那21%往哪里倒 那就是对那一方面有利的 那么会不会达到21%呢 我看这个情况 还没有达到那样的一个程度 所以对这方面来讲 就是大家争取的 就是尽量的把这40% 往自己这一边拉 所以今天晚上呢 五个群众大会 所能够造成的这些影响呢 对这一些40% 我总结为这情绪标的 这个40%呢 是有影响的 那么这一方面 这40%尽管是情绪的情况 发现他们还是相对的会比较务实 因为他们也希望有一个 比较稳定的新加坡 希望这个生活不要有太大的改变 所以这一方面对自政党是比较有利的 这个是我对这个整个政据的一个看法 那么你刚才说的 这个情绪越来越像滚蟹球那样 我想在新加坡情绪来想 相对的这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一个社会 大家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 也看到务实政策对一个国家是多么重要 所以总体来说 人民在做选择的方面呢 也会从这个稳色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 他们不想这个英文说的 造成这个船市的大动荡 那么然后沉下去 所以这个这个是大家也有考虑的地方 那么他们相对的有一些人呢 有一种想法上我们希望更多的反对党进入国会 这个也有这个想法的 那至于说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谁也控制不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看这百分之一往哪里去 那么从自政党的这方面的角度来看呢 你关要这个前总理的设施 有一定的重要的效应 那么这个效应呢 对自政党是有利的 那么在整个2011以后 行动党所做的政策的调整 这方面也是有利的 再加上50年这个国庆 在这方面呢 展示了这50年来自政党的所有的 自政这个成就 这方面呢 对人民也一定有一定的影响的 所以在这样的效应的话 反对党要是没有什么更新的 这个警党妙计的话呢 那么你要去战胜 这方面这三方面所取得的效应的话呢 是比较难的 所以有一些分析就认为 说这有可能让行动党呢 再增回5%到10%的选票 所以这个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的 这方面也是因为反对党呢 自己造成了一些 这个在运作上的失误 比如说市政里是会造成比较大的伤害的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就看 你刚刚说的李光耀的事 是对人民行动党方面的利益是比较大的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看到 就是在社交媒体上 似乎开始比较多来自新加坡 这些民众的声音就会做出一些影片 或者是录制一些东西 就是想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对这个政府的不满 或者是对一些政策的不满 包括就是之前我们经常看到有一段的 就是很多人去拍摄这些 在新加坡底层工作 这些很老年的老年人 在就是到了很大年级 还需要工作去维持自己的生活 就是体现这个新加坡的 这些低阶层的人的生活 是非常的痛苦的 而且这些影片呢 也得到很大的回响 也很多新加坡人回复这方面的事情 是不是李光耀事实之后 这方面就是对言论的打压 反而是新加坡的人民 变得放得比较开了 其实新加坡在言论方面 早已经是开放了 所以你从媒体可以这样子 大搞特搞也就可以看到 但是不能完全相信媒体的 媒体可以是一个人 就造成好像一个很大的声音 这个是一种 话要说一种希望的一个情况 不是真实的一个情况 那么你即使在媒体上 有对同样的一个个题 有一百个人反应的话呢 那么这一百个人也就是一百个人 那他是希望造成一万个人 或者十万人的一种效应 那实际上有没有那个效应 这是我们没有办法衡量 也看不到的 所以说假如说我是反对党 我会尽量利用这媒体呢 去制造更多的这种假象 那么让人家看到 哇这个很乱啊 怎么样怎么样 各种情况 那么这个呢 对于媒体的这个运作呢 有点像台湾当年的 所谓这个地下电台的那种 陈水扁时代选举的时候的 地下电台的一种性质 当时媒体和这个网络 还没有那么发达 他是用电台的形式 那么也都是说以小取大的 这样的一种方式 现在他们利用媒体也是这个方式 那么有些个人呢 不一定是什么反对党 他也可以在媒体上 做这样的一种多少不负责任的言论 那么制造一种轰动效应 这是可能的 而且这个也存在的 那么对于说 它是不是真的造成了 那么大的效应呢 我想对一个务实的新加坡人来说 他会考虑这个问题的 里面所说的是维员听众 或者是把一个很小的问题呢 放大到很大 那么你比如说 很老的人还要工作啦 什么这个是现实 有些老人呢 他们也不愿意待在家里 他也希望有一些事情去做 那么 那么你不知道这个人 他拍的这个人 是因为他想让自己活跃一点呢 还是真的生活所必去做的 所以你这个 这个效果是 你作为这个网页的人 你就说啊 你看这么老啊 还要工作啊 什么什么 那么就造成一种负面效应了 那是像这个人可能是 他为了自己有事情做 不会这么无聊 那么他去去做这个工作 那么政府也就遇到这些 又是团体 有些的确是维生我所惜 是必须去工作的 所以在这方面呢 也进行了大幅度的这个政策的调整 也有去照顾这些弱势群体 那么这些都是可以说 一种正面的处理呢 在网上是看不到了 那么负面的效应呢 可以造成一种假象 这个是我对于这些 新加坡所谓这个 这个网络的这些现象呢 这个他是在媒体上 可以造成一种假象跟轰动效应 所以媒体也有一种一定的责任 不要去把这一类东西 也没有搞清楚它的目的 搞清楚它的对象的情况之下呢 加以鲜软传播 容易 我们如果是不理智的看待的话 很容易成为政党宣传 民粹政策的一个工具了 对了 所以还是要有这些去看待了 对对对 好 谢谢 谢谢今天陈老师 与我们的一个分享 谢谢您 谢谢 拜拜 刚才听到就是陈老师的一个分享 让我们看到 其实今天网上还有五场大集会 这五场大集会是不同的政党 在不同的区域举行的一个大集会 是最后的一个冲刺 那么最后的冲刺 有什么新鲜的亮点 会能够扭转整个局势吗 我们还是拭目以待的 不过现在反对党这方面 就是新加坡的在野党这方面 主要提出来的一些课题 就包括房价的问题 他们说新加坡最近这几年来 经济成长很快 但是房价依然很高 但是人民的工资却很低 买不到房子 这是一个课题了 另外的一个课题是交通拥挤的问题 交通拥挤问题究竟是公共交通的问题 还是我们的外来务工的人比较多 这也是另外的一个问题 还有第三个问题 就是说外来人才抢了新加坡的饭碗 这是第三个问题 然后第四个问题就是精英的问题 新加坡的执政党 人民行动党的精英的制度 很多的民众感觉都不满 不能说很多的民众感觉都不满 部分的民众感觉都不满 所以这也是另外的一个问题 好 现在我们线上联系上 我们的另外的一位嘉宾 是许正义先生 早晨好 许老师 早晨好 今天我们要谈一下新加坡的大选 还不到24个小时 就要到9月11号投票日的开始了 然后老师怎么给我们做一个预测吗 这一次是不是人民行动党真要到了 或者是说已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了 预测是很难做的 首先是因为今天是竞选期的最后一天 然后最后一天竞选期没结束 你就不知道各政党会扔出什么绝招 也不知道对方是否接得了 这个是一点 第二点是哪怕你过了今天 终究大家到投票日的那天 究竟会把票投给谁 还是很难知道 所以预测工作很难做 但是呢 一个总体的 总体的那个判断 是国民总体上还是愿意 人民行动党执政 不过呢 与此同时 他们希望能够把 多一些反对党人 可以送进国会 去监督政府 去提出不同的看法 去制衡政府的决策 再来一个就是那个荷兰 五级芝麻 当然五级芝麻呢 徐顺全民主党 秘书长 过去14、15年来没有参加大选 然后这一次 隔了14、15年之后 重新出来 形象改变了 策略也改变了 似乎也得到一些新加坡人的 那个认可 所以那是否 民主党可以在 荷兰 五级芝麻 有一些进步 那也是要看 11号的投票结果了 所以说这几个选举 还是比较系列的 您认为在这次选举当中 工人党会不会更加进一步 然后他们会在 包括他们在东海岸这个选区 也包括提到的 另外的一个选区 是马林百列这个选区 取得一定程度的进步呢 是 我是这样看的 当然政党 各个政党呢 他们如果自己的工作 自己的基层工作做得好的话呢 到了今天已经是 已经是选战的尾声了 那肯定他们已经 从基层那边可以知道 选情的那个 是向着自己呢 还是向着对方了 那我们看今天 最后一天的这个 晚上的群众大会 各个政党的那个选 选地点 从地点上选择呢 就看得出来 比如说工人党的老巢 是在后港阿玉尼 但是呢 今天晚上的压轴大气 他们就不选择在后港阿玉尼 而选择在东海岸 那从这边就看得出很清楚 我觉得那就是工人党 对后港阿玉尼 那一代 就那一代的那个选情 应该是相当有自信 相当有把握了 所以他们就那边可以放缓 把火集中到东海岸去 同样的人民行动党 也把火力集中到东海岸 今晚他们的六场群众大会 其中一场就在东海岸 那我也在看 看今晚呢 行动党秘书长 总理李显龙 是否就到东海岸去站台 那这样一看就非常清楚 东海岸包括马林百列 凤山就是那个选情 本届的选情最难以判断的一个 一块地区 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激烈性 其实我们现在感受到就是 一个政党的轮替 或者一个政治制度的一个形成 或者是我们要看新加坡未来的一个发展走势的话 一个是民主的政治制度 但是现在新加坡的民主政治制度 是沿用英国留下来的民主政治制度 另外的一个要看就民众的一个 本身的一个意愿和选情了 那么就您感受来说 支持人民行动党这方面的选民 是属于哪一类选民呢 他大约占的百分比有多少 然后支持在野党这方面的选民 他又属于哪一类的选民 他占的百分比又有多少 是不是含有一部分的中间的过渡性选民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我们从往年的 从往界的那个大选成绩来看 行动党和反对党 通常各自有大概 行动党可能有40% 或者是至少35的铁票了 反对党呢 看各家反对党的品牌 有些品牌好的 比如说像工人党 上一届你看工人党的 各个选区的得票率都是40以上 所以他这个已经有一个品牌保证了 就是40以上 那其他反对党可能没这么高 但是有些20多 有些30多 那都是有的 那我觉得呢 从新加坡社会政治社会环境来看呢 很难去判断哪一个政党 它是面向什么样的选民 尤其是执政党 执政党本身呢 它是没办法 我觉得它是没办法把选民再去划分的 所以它是面对全民的 至于其他反对党像工人党呢 它虽然名字啊 工人党名字叫做工人 但是它也不一定就是像这 不一定就是指对着工人阶级 那包括你的经理啊 你的专业人士啊 那些肯定也是工人党要争取的 要争取的选票啊 包括你看工人党的候选人 那也是从这一届 从上一届开始 已经是走向 也走向精英路线啊 也不止工人党 包括民主党那些 都要走 多多或少都要走精英路线的 所以很难 说各个党是去面向 特别要面向那一部分的选民 很难这么说吧 那我们所看到的 就是最近从2000年以后到现在 工人党取得了一步一步的成就 一步一步的进步和胜利 这种胜利和成就来源于哪 是不是新加坡民众部分 民众的思想感受 思潮已经变化了 这种变化有来源于哪 我觉得有几个因素 首先是新加坡过了 从建国以来到现在50年 50年以来都是 人民行动长在执政 那当然人民行动长执政的 那个政绩是有目共睹 这个倒是不去质疑了 但无论如何呢 社会上总是有些人富裕一些 有些人就比较没有这么富裕 比较需要 无论是物质或者是 物质或者是精神上的各种需要 也都有 从这方面看呢 当然有些选民 尤其是在过去的10年 这样的时间呢 就开始在讲 除了行动党 是不是其他政党 也可以 或者说是不是其他政党 反而可以为我在国会里面 发一些声音 那这些声音呢 是否能够帮我 督促行动党政府 把国家治理得更好 让我的生活更好 所以肯定有 肯定有这方面的因素 那现在工人党就在这几届来 一直一直都有在进步 是不是我们可以说 新加坡这些受苦的人 越来越多了 我倒是觉得 其实你去看 新加坡基本上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 而且我们从网上 社交媒体也好 或者是报章上也好 你就会发现 其实相当多支持反对党的人呢 其实都是 很多是中产阶级 他本身并不是因为自己 真是没饭吃了 还是自己受苦了 然后就觉得 我要把反对党 带进国会 很多时候并不是完全这个 而是认为 比如说认为 我们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上 可以更加的公平公正 我们在政治资源的分配上 可以更加的公平公正等等 所以是更多的是 为了这方面的原因 而想把一些反对党人 送进国会去制衡政府了 那至于说工人党 当然工人党在2011年是取得突破 那之前工人党也就是 一两个国会议员 在国会 所以其实他突破是上一届 那这一届呢 看来也有可能 很有可能 还有新的突破 那即便工人党 他所有28个竞选的议席 比如说他取得一半 那也就是14个 那14个相对国会 89个来说还是很少的 所以工人党要走的路 还有好一段路得走 在想就是 其实我们在网络上可以看到 有一部分的年轻朋友们 就相当于这次参加竞选的独立人士 韩慧慧 没记错是韩慧慧是吗 然后他也是代表青年一代的一个声音了 然后这部分青年人对于执政政府的 有一些的不满 或许他们的一个 一个意向是倾向于反对党的 倾向于在野党的 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某一个群体 也是倾向于在野党的 包括假如说建国以后的成长起来的 这一部分年轻人啊 或者是中年人等等 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分类呢 其实说如果说年轻人 就一定是支持在野党 那也不完全啊 只不过是呢 因为年轻人他 尤其是在建国以后 或者是独立以后出生的年轻人 现在二十多岁内批 可能他们没有经历过独立初期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监口的生活 所以就不太能够切身 体会新加坡这五十年来的 的那个建国的艰辛 那也就无法了解 为什么现在的一些政策 是照这个样子去设计的 因为现在的政策之所以按这个样子去设计呢 就是考虑了新加坡的这个国情啊 但是国情你的那个经济 五十年后 现在的经济跟三十年前四十年前五十年前不一样 所以人们有些年轻人可能就在想 我现在生活明明比我的父亲祖父那一辈好 那为什么我还要按我祖父那一辈的那个节约方式去生活 为什么政府还要我交公积金 那我的钱是不是可以由我来自己管理 为什么要由政府来强制存款 所以这样的这样的心态肯定有 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不否认 肯定也有一些一些人包括年轻人 是认为这样的像公积金这样的一个强制储蓄 对个人对国家也可以有好处的 那是看你从什么角度去看吗 但有些政策随着时代改变 就是你刚刚说的政策是在前面建国时期的 这些建立出来设计出来的政策嘛 那么这个时代改变了 那么这些年轻人想要改革这个心态 似乎也是很合理的一些事情 很合理的一个想法 是是是是是 我觉得政策肯定要跟着时代的转变而转变 而且呢政策肯定也要根据你社会的整个要求 包括心理要求去改变 所以我昨天在另外一个访谈中呢 我就说 我说其实现在的人民行动党政府所提出来的那个政治纲领和一些反对党所提出来的政治纲领 如果简单的来说 简单的来说 有几个不同点 一个就是行动党的政治纲领是节约型的 谨慎型的 所以它就有像那个供给金这样的制度 我怕人民管不好自己的钱 所以我要他们强制存款 强制存款将来一来是年轻的时候可以帮你买房子 二来是年老的时候你有这笔强制存款的当个退休金 但是呢 有些反对党人比如反对党人包括独立人士 像刚才你说韩会费 他们就认为人民应该已经足够成熟 人民应该有能力管好自己的钱财 不需要政府来逼我强制存款 所以这一类的是一类也有 当然也有一些反对党就认为 政府在医疗在教育在交通各个方面 在住屋的那个补助和津贴不够 那希望政府从这方面的社会 在这方面的社会开支可以加多一些 所以这个又是回到那个另外一个 那种心态 人民行动党的心态呢 那就是一种还是回到协议的心态 他希望把更多的钱留在国家储备金 那万一将来国家有需要的时候 那可以拿这个国家储备金拿出来用 但反对党人的这一想法是 先把钱发到国民所上 让国民先去享受这样的福利 那至于将来 那将来自己子孙当然有办法不用去太过忧虑 这是不同的触发点 似乎整体看起来 人民行动党并没有过多的做错些什么 然后但是没有过多的做错些什么 但是反而现在的民主 就是民人民的思潮 很像似乎在倾向于反对党或在野党 你认为这个真正的 使大家思维思潮在改变的原因是些什么呢 我觉得新加坡是一个特殊的例子 一个特殊的例子 因为我们的 我们至少你看上一届国会呢 我们执政党跟反对党的 在国会的代表 全数一个占了90% 那反对党只有10%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一些选民认为 应该把多一些反对党人送进国会 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呢 但是如果将来新加坡发展到这么一天 比如说你的国会当中 执政党人是70%或者是3% 然后反对党人呢 有1%或者是30% 我觉得到了那个时候呢 选民反而会去思考 说现在反对党跟执政党在国会的 那个势力相对的均衡了 那我是否应该开始对反对党人的要求 也应该跟我对执政党人的要求 是一样的 因为现在呢 现在在新加坡的政治现实当中 是一般来说 人们对反对党 多少会有一些那个 宽容 在期望上会有一些折扣 就是你比他差一点点不要紧 只要不要差太多就好了 差一点点不要紧 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这个稍微差一点点的 或者是你这个稍微没有 还没有办法给我们政绩的 我还是 我还是愿意给你机会去试一下 我觉得这个心理也是可以理解的 是不是这种方式 刚才你所说的这种前景或景象 就是新加坡未来的一个政治走势呢 我觉得很有可能 就到现在的这个趋势来看呢 很有可能就是将来会发展成 反对党会议 反对党在国会的议席会增加到一定的比例 比如说20 30 然后呢 人们就开始思考 那我是否还要让更多反对党人进去 如果更多反对党人进去 会不会组成政府 如果组成政府会不会比行动党做得好 那当然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 可以啊 反对党会做得比行动党好 那当然无所谓 那当然有一天 人们会接受反对党上台 那个没问题 但是也有些人就会觉得 就会怀疑 到底是反对党做得好 那还是行动党做得好 那到了那个时候 我相信 那个就比较均衡 整个思潮会比较均衡 其实到时候也是形成了一个 应该是新加坡的一个制度型的 他应该不能说是制度型的改变 因为也没有改变 就是他真正形成了两党的一个民主制度了 我觉得你这个说的对 是可以匹配可以匹低的 所以长此以往呢 当然是有可能 反对党是有可能在国会里面壮大声势的 那么这么一个未来的一个展示 是不是适合新加坡本身 这个国家国情的一个发展呢 这个就很难说 因为新加坡一个特点就是 国家太小 国家太小呢 是一个特点 不能说是优点 也不能说缺点 因为优缺点都有 它是一个双刃界嘛 国家太小的一方面 你要做出任何战略改变 战略转升 那相对容易 小船掉头容易 但另一方面呢 你小船进不起风浪 随便一个风浪就把你打倒了 其他大船呢 哪怕掉头不容易 但是它还是很稳的 所以新加坡就经不起政治上的折腾 如果有一些 比如说有一些民生课题 或者是一些外交 像外交这么重大的课题 我们在大选当中很少提起 很少提起 大选当中一直在讲的就是 那个国内政治的事情 所以像外交这样的大事情 如果将来 你有那个 无论是联合政府也好 或者是新政府也好 或者是行动党政府 但是国会里面 反对党人自走 然后 这样的话 也很容易 让新加坡这样的一个小国 在国际事务上 在一些重大的决策上 会造成拖延 甚至是一些损失 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样的这个说法 或者这样的未来的考量 新加坡大选 就是因为经不起风浪 那么新加坡人民是不是会 就一直会维持现在的状况 就是不会让这个反对党有机会去执政 或者说因为这个原因 新加坡就不会出现有政党轮替的现象 我觉得不会是这样的 我的意思是 不会因为担心 国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而永远支持行动党 我觉得这个是两回事 在将来 如果反对党 可以继续吸引人才 那可以提出 因为吸引人才 有足够的人才 可以提出 更合适的治国理念 和治国国策的话 那很可能有一天 选民就觉得 你某某哪一个党 确实人才也比行动党多 提出的那个理念 也比行动党先进 那那个时候肯定就觉得 你行动党不如他了 是有可能的 但是这个前提是 那一家反对党 一定要能够吸引到足够的人才 所以刚才听到 听到薛老师这样的一个分析 似乎如果是这样子的 一个两党对峙的 一个民主制度的存在的话 它不太适合新加坡 未来在国际事务上的一个角色 也不太适合新加坡的一个区域性的 一个角色的一个发展 是吗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吗 我觉得是要看你这两党 怎么样去 在 在互相竞争中 怎么样去进行合作 如果你两党 能够在一些 一些关键问题上 如果是 你的政见是一致的 因为不可能两党 在所有的政策上都是对立的 我觉得这个也不太可能 所以如果你这两党呢 国会当中的这个执政党和主要反对党 如果你在主要问题上 主要课题上 观点是一致的 然后呢 在一些次要的问题上 或者是一些 比较不是这么战略的问题上呢 如果有分歧 肯定有分歧 那些分歧上你去竞争 但是大问题上 如果多一次 那其实还是 不会造成 我觉得不会造成 太大的那个 那个纷扰 是 其实我们经过来的 尤其是我们马来西亚 经过来的这些国家 面对两党制的时候 就是 大家是没有理性的 这是为了反对而反对的 无论是国际上的事物 还是家里 里边的事物 如果说新加坡到了那种程度 就两党对峙的局面 大家是不是也会失去理性 为了自己的政治权利 为了反对而反对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可能的 我同意你的说法 就是 政治很多时候 确实 你为了 为了党的利益 为了我这一派人马的利益 那你当然很有可能就 很有可能就会反对而反对 为政治而争取 是很有可能的 在这一方面 这一点上 好像似乎对于新加坡 未来的一个国际地位的 一个区域性的发展 并不是很看好 当然当然 我想如果是发展成大多数民主社会 都存在着这样的情况的话 那当然对新加坡不会是好事了 我们 谢谢今天徐老师 与我们的一个分享 我们也在浪涛中 看清了一些事情 谢谢您 谢谢您 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请您过来 阿姨 谢谢您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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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听了两位老师的一个分享 一个是徐老师 刚才忘了介绍徐老师的一个职位了 他是新加坡国立大学 亚洲事务处的主任 然后另外是陈建老师 两位老师的一个分享 对于9月11号 也就是明天到来到新加坡的大学 大家心里也有一个数了 那么执政党 人民行动党肯定也会执政的 但是至于某些选区 包括东海岸的选区 包括马林百列这个选区 也许工人党会有一定的突破 这是今天给我们的一个讯息了 但是我们又讨论到 新加坡未来的一个整体的发展 究竟怎样的政治环境 与怎样的政治结构 才适合未来新加坡的一个 对内和对外的发展 这还是需要不同学者进行讨论的 但是无论怎样的讨论 民众的情绪 民众的意愿是第一位的 因为新加坡的民众和人民 决定了新加坡的未来 但是新加坡的这个情况 也不允许群众有太大的 民粹主义而造成国家的动荡 只能说这个两个政党的交替 应该是要在一个很理性 很正规的一个交替方式 一个竞选的方式下进行 那么新加坡的未来 才会比较有保障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所以我们明天继续填码星空